1990年11月,护士 彭江燕呆坐在房间 入眼是贴着港星海报的老旧衣柜 木桌上摆着暖水壶和白色糖瓷杯 这是他三十年前的家 一股茫然自他眼底升起 那样艰难的一生他好不容易才熬到头 老天为什么还要他重来一回 不等他回神 房门呼得被人叩叩敲响 江燕,你上班快迟到了 还不赶紧出来吃早饭 是婆婆魏浩英的声音 彭江燕正愣片刻 忙硬了一声后匆匆起来 推开门走到院子里 前方男人修长的身影 就这么粗然映入他的眼帘 白衬衫,黑西裤,黑发黑眼 清冷地像水墨画走出来的人 彭江燕心口猛得一紧 自从跟冯兴国离婚后 他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了 也没法见 前世,冯兴国在1993年拿到了绿卡 从此他跟着他定居国外 但彭江燕一开始不懂英文 在国外华人社交圈融不进去 于是他全部的生活都围着冯兴国传 就这么过了十几年 冯兴国却突然跟他提出了离婚 他说,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合适 离了对你我都好 年过四十,被丈夫一纸离婚书送回了国 彭江燕的一生活得像个笑话 而此刻猝然对上男人漆黑的毛子 彭江燕心口情绪汹涌 却是下意识低下头 竟是没用到不知如何面对他 冯兴国却根本没在意他的反常 只是淡淡道 我今天有早课 没时间耽搁 一如既往毫无温度的语气 言下之意是催促他快些吃 饶事前世习以为常 彭江燕的心还是被隐隐刺痛 他也记起来 自从结婚后 婆婆就定下了他们夫妻早上的一起 出门上班的规矩 可此时的他哪里能跟冯兴国单独相处 于是彭江燕低头拿了两个馒头 直吾着说 妈 我今天饭店里有事 就先走了 不等魏浩英回话 彭江燕就冲出了门 这时候的冯兴国是京大的副教授 金融学和数学的双学位博士 他却只是刚进国营饭店的学徒 前几年 能在国营饭店工作还是一件很光荣的事 可就在这几年 国营饭店就开始逐渐被个体饭店替代 他这个学徒的分量就更是不值钱了 前世 彭江燕更是被裁员的第一批员工 失业后 他就在家当了家庭主妇 那时冯兴国对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 彭江燕 你的生活能不能别只围着我转 当时自己觉得委屈 这个年代冯兴国外彭江燕内的家庭很正常 他只是想做一个普通的妻子 可后来在无数个孤身一人的寒夜中 彭江燕终于想通 因为冯兴国心里没有他 才会觉得他围着他转惹他厌烦 踏入饭店 彭江燕换上厨师服 正要去打下手 外面的饭店经理突然喊 所有学徒先停下手里的火 出来开个会 彭江燕心中陡然一沉 走到饭店中央 就听经理宣布 上面通知 饭店里只能留一个学徒 除了陈正成同志 其余人从明天起都不用来了 这话一下炸了锅 这意思很明显 就是裁员 好不容易才有这么份工作的 其他几个学徒 自然不愿意 有人不满高呼 凭什么是陈正成留下 他的手艺已经能考厨师证了 你们可以吗 经理冷哼 人群安静下来 就在这时 彭江燕站出来开了口 我不服 此话一出 所有人注目 经理不懈打量彭江燕 就你 我记得你才进来不到一年 连上造的资质都没有 还敢在这里放什么大话 经理 既然他有意见 那就比比好了 省得大家不服 陈正成自信开口 好 彭江燕一口硬下 在众人的见证下 两人来到厨房 既然你们要比 那就做个十锦蘑菇汤 有我们几个厨师评判 公平公正 很快 彭江燕和陈正成 分别挑选食材起锅 国营饭店里的厨师做菜 讲究效率和色香味俱全 而十锦蘑菇汤 就是比一个快和香 十分钟后 两人几乎同时出锅 鲜味弥漫 几位老厨师上前来看了一眼 随即拿上汤匙品尝 低头打分 最后是由饭店里 唯一一位特级厨师 魏阅君魏师傅来宣布 从摆盘色泽上看 陈正成略胜一筹 陈正成昂首挺胸得意 随即却听魏师傅话音一转 不过从口味鲜度上来说 彭江燕的汤更美味 所以最后通过我们几名厨师的计分 你们两人分数持平 煞食一片哗然 陈正成更是目瞪口呆 彭江燕忙上前 经理 你说陈正成同志 是有手艺才能留下 那现在是不是也能留下来 然而经理却道 小彭同志 不是我不想留你 这上头给的名额只有一个 你一个结了婚的女同志 没了工作 还有你丈夫养家呢 陈同志比你更缺这份工 要不就让让得了 手艺上拿不出问题 就开始道德绑架了 彭江燕脸色顿时冷了下来 经理 现在国家都讲究男女平等 哪有女同志 就天生要靠丈夫养的道理 我也缺这份工 我不让 气氛登时尴尬不已 经理更是直接黑脸 彭江燕见此 想了想还是退了一步 那如果一个月之内 我能让饭店生意变好 是不是就证明 我比陈同志更能留下来 一听这话 陈正成当即毫不客气 讥讽出声 现在外面到处是私营饭店 外面人都嫌我们贵了 你刚有点出级厨师的手艺 就敢放话留客了 吹牛呢吧 然而彭江燕不搭理他 只看向能做主的饭店经理 经理自然也不信 但是为了服众 考虑后变道 那这样 你和陈正成两个人 到前菜台干一个月 各出一个菜 谁被点得单多 谁就继续干 前菜台是最考验体力的 不仅要出前菜 还要负责处理所有食材 经理一锤定音 彭江燕只得答应 忙碌一天下来 彭江燕一身油烟味 回到家 拿上换洗衣物 去洗澡了 洗完回房 就见冯兴国 正在书桌前看书 彭江燕没再像以前一样 凑上去没话大话 自讨没趣 物字上床要睡 结果走到床前 彭江燕就愣住了 怎么只有一床被子 冯兴国文言回头一看 眉头就皱了起来 意识到什么 他起身走到门口 拉了下门 房门果然也被人 从外面锁上了 魏浩英声音随即 从外传来 哪有夫妻 还睡两个被窝的 我可还等着抱孙子呢 冯兴国松开门把手 两人对视 气氛一时无比尴尬 片刻 冯兴国重新坐回书桌旁 目不斜视 我还得看回书 你先睡吧 他这复辟他如蛇蝎的态度 让彭江燕脸色又红又白 他也是后来才知道 冯兴国完全是被魏浩英逼着娶她的 所以前世两人结婚快一年 才在一次酒后同床 而魏浩英期待的孙子 更是无稽之谈 因为冯兴国说他是丁克 不准备要孩子 彭江燕叹一口气 从重生来就隐隐有的念头 清晰涌现 他紧了紧手 终是说出口 冯兴国 要不我们离婚吧 冯兴国一愣 从书里抬眼看向彭江燕 眼里诧异无比 见此反应 彭江燕竟隐隐痛快 干脆一股脑说了 只不过我现在暂时没地方可去 离婚证想过段时间再领 但我绝对不耽误你 你要是不放心的话 我们可以先签个离婚协议 彭江燕越说 冯兴国眉头越紧 直到最后 他的神色恢复成一贯的漠然 语气冰冷 你不必装委屈 说这种冠冕堂皇的话 你放心好了 只要你安安分分的 我没想和你离婚 两句话一下刺在彭江燕心上 他心口发堵 正住片刻 随即却觉得可笑 安安分分 他前世十多年 还不算安分吗 可到头来 他还不是提了离婚 想到这点 彭江燕没了继续沟通的念头 闷声落下一句 那你看书吧 我睡了 就直接上床 盖上被子睡了 第二天大清早 彭江燕是被压得全身酸沉醒来的 正疑惑 被子怎么会这么重 睁开眼却看见冯兴国 近在迟迟的俊美面旁 呼吸疏然一致 他人也立马清醒了过来 下意识推行了冯兴国 四目对视的瞬间 两人都僵住了 而冯兴国在反应过来后 立马松开了他 尴尬下床 抱歉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彭江燕表现比他平静些 他倒是清楚 冯兴国体寒 他体热 前世十多年的婚姻生活里 也只有在冬日冯兴国 才会这样爱得近 可后来两人离婚了那么多年 这还是第一次 他爱他这么近 他难免也尴尬 没 没事 房间门上的锁 已经被魏浩英解了 两人立马离开房间 刚到院子里 彭江燕便看见魏浩英 端着早饭从厨房里出来 他连忙跑过去 伸手准备接 妈 我来 话才起头 彭江燕的手 还未碰到菜碗 却见面前的魏浩英 突然就倒了下去 妈 彭江燕眸色一紧 惊呼出声 听到动静的冯兴国 急忙冲了过来 妈 魏浩英双眼紧闭 眼见没了意识 两人急忙送魏浩英到医院 经过抢救后 主治医生将两人喊到了办公室 是高血压引起的急性心梗 暂时是稳定了下来 之后看情况再决定做手术 熟悉的病症入耳 彭江燕当即正主 前世 魏浩英心梗做手术 是去国外之后发生的事了 怎么会提前了三年 好在魏浩英现在的情况 还算良好稳定 两人也就松了口气 魏浩英还在重症病房监护 不能探视 彭江燕便跟着冯兴国 一起去医院窗口缴费 刚到医院大厅 迎面走来一位年轻男医生 却是一把拉住了冯兴国 冯兴国 真是你 彭江燕站在旁边 看见冯兴国回头 似乎并没认出对方 男医生也不恼 当即自报姓名 我是百尘轩 你高中同学 语罢 他又自来熟 看向彭江燕 这位是 我妻子彭江燕 冯兴国 平静介绍 彭江燕并不认识 这位百医生 直礼貌朝他笑了下 算是打过招呼 可没想到 这人的脸色 却当即沉了下来 冷冷质问出声 你结婚了 冯兴国 你说这个女人 是你老婆 那施新宇呢 他可还在国外等你呢 施新宇 这个陌生的名字 一出来 彭江燕登时遗证 施新宇是谁 前世十多年 他见过冯兴国身边 所有熟悉不熟悉的同学 却唯独不知道 施新宇有这个人的存在 彭江燕正疑惑间 一抬眼 却见冯兴国 向来冷静的脸上 冷静不在 他联系你了 百尘轩凝着眉头 他 话刚出口 彭江燕就见他 看了一眼自己 似有顾虑 停住眉往下说 彭江燕心口一紧 冯兴国直接将缴费单 塞给他 你先去缴费 我等会回来 随即 他拉着百尘轩就走 看着两人的背影 彭江燕半想 才恍然回神 前世今生两辈子 他还是第一次在冯兴国脸上 看见这样在意的神情 原来 冯兴国不是天生的冷漠 他也会因为一个人 而牵动情绪 他的心难以控制地 狠狠揪其般 泛起痛来 只能咬紧下唇 才能压下那翻涌的的 无尽酸楚 没关系 他告诉自己 他早就不奢望冯兴国的在意了 现在也没什么好委屈的 不愿再想这事 彭江燕转身去缴费 两天后 魏浩英情况稳定了 彭江燕才重回国营饭店上班 踏入饭店门 陈正成的嘲讽声就传来 哟 这刚掌厨就请了两天假 还真是好大的排场 彭江燕眉头微醋 抬眼却见经理直接朝他走来 脸色冷沉 彭江燕 就你这样的工作态度 明天就不用再来了 到底是自己理亏 彭江燕忙低声求道 经理 我婆婆病了 我才请假的 然而经理不为所动 打定了主意要开她 彭江燕当时心慌无比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从后厨传来 好了 经理 彭江燕也不容易 看在我的面子上 再给她一次机会吧 竟是特级厨师魏师傅 有她说情 经理都不好不给面子 最后一次机会 经理冷着脸 扔下这句话就走 彭江燕连忙对 魏师傅道谢 魏师傅只是摆摆手 就潇洒回了后厨 彭江燕来到前菜台工作 这才发现 经理给她分的菜 是平时几乎没人点的云耳千丝 给曾正成的却是实令金损 明显不公平 彭江燕却并未因此气馁 她对自己的调味有信心 可到了饭点 国营饭店只来了寥寥几名客人 大多数人都去了对面的私营饭店 仅有的几名客人 更是对彭江燕的云耳千丝毫无兴趣 下意识就点了曾正成的实令菜 一天下来 彭江燕甚至都没开单 晚上下班时 她很是挫败 但回了家 她就将这份心情压下 包了滋补汤 去医院照顾魏浩英 刚到住院部 谁知迎面又撞见百晨轩 彭江燕本想无视她 百晨轩倒是自在跟她打了招呼 你好 过来看伯母吗 彭江燕只好举起保温壶示意 包了鸡汤 来给她补补身子 百晨轩闻言神色一变 连忙阻止 不行 伯母是心梗 不能喝肉汤 反而会加重她病情 一听这话 彭江燕一慌 反应过来 立即连连道谢 还好有你提醒 不然我可犯了大错 你也是好心 彭江燕这才发现 百晨轩跟冯兴国前世国外那些高高在上的同事 似乎不太一样 并没有因为她的无知而轻视她 心有触动 一个想法默然浮现 搅得彭江燕难以安定 走到病房门口 她终于还是忍不住问 百医生 你上次说的诗心语小姐 是冯兴国以前的对象吗 这话让百晨轩一愣 彭江燕揪紧了手 眼神恳切望着她 她只是想再次确认 那个让冯兴国变得不一样的女人 是真的吗 空气安静了片刻 百晨轩心中一叹 告诉她 那时候 我们都以为她俩毕业就会结婚 可没想到 一毕业 石新宇就出了国 我们都以为冯兴国要追着去国外呢 没想到这也没多久 她又娶了你 彭江燕明白了 苦涩翻涌舌尖 如潮水淹没了她 她恍惚着脱口而出 那冯兴国是不是还喜欢她 百晨轩一时神色复杂 这 病房门突然被人从里打开 冯兴国站在门口 脸色冷淡回答了她的问题 隔天 彭江燕心事沉沉去上班 下班时 店里统计这个月的销售额 薯条生意明显差了 只因薯条的做法实在不算复杂 外面的私营饭馆是个几次 就差不多能做出来 现在 外面满大街都是搭着排骨年糕买的薯条 看见这个结果 陈正成却得意极了 在旁边阴阳怪气 这当厨师就该脚踏实地考证做中餐 想歇歪门邪道 总归还是不行的 经理更是严厉批评 说得对 彭江燕 这么久了 你怎么还是没考下中级症 彭江燕忍不下去了 经理 按规矩应该分配高级厨师教我 可经理直接打断 多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 为什么没人叫你 还不是你自己有问题 我不听借口 你不行就自己趁早走人 彭江燕一口气憋着 脸色铁青 扮上 他攥紧了手 好 我走就 等一下 魏师傅看不下去了 我来带 彭江燕 你愿意的话 以后就跟着我学 当时 众人哗然 就连陈正成的师傅都待不住了 魏师傅 你这不合规矩 我是高级厨师 当初找你拜师 你都不肯收 现在收个初级厨师算什么 我乐意 为师傅当即一句话赌回去 看向彭江燕笑 愣着干什么 喊人啊 彭江燕眼眶发热 当即哽咽喊了句 师傅 晚上回到家 白天刚拜了师的彭江燕 心情极佳 照常打扫卫生 收拾书桌时 他突然眼神一顿 目光落在桌上一支眼熟的新钢笔上 前世 冯兴国一直将这支钢笔带在身边 原来是这时候定制的 他不由拿起来 只见内侧赫然刻着两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神情末地将注 W与S 他突然扶置心灵 理解了这两个字母的意思 冯兴国和施心语 彭江燕心狠狠揪起 就在这时 房门被猝然推开 彭江燕手一抖 钢笔猛地掉地上 下一刻 冯兴国毫不犹豫地推开了他 去捡钢笔 他脸色难看至极 谁让你乱碰我东西的 彭江燕回过神来 喃喃道歉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以后 不用收拾我的书桌 冯兴国直接拿着钢笔出门了 看着他冰冷的背影 彭江燕呆呆站在原地 心口隐隐抽痛 他不愿再多想下去 转而将精力全放在工作上 唯一让他开心的是 这段时间在魏师傅的教导下 他的厨艺进步飞速 不知不觉就到了 考终极厨师证的日子 顺利拿到终极厨师证的这天 可以说是他最近最高兴的一天 然而他所有的欣喜 在回家看见 站在门口的失心语时 戛然而止 彭江燕笑容将助 还是上前去 你来找冯兴国吗 他这个点可能还没下班 进来等吧 说着正要领人进门 却听失心语说 不 我是来找你的 我们聊聊吧 新开的茶餐厅 失心语开口便问 你知道我为什么回国吗 不知道 话是这样说 可其实彭江燕心里有答案 他知道 是为了冯兴国 却见失心语笑笑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 但我回国是因为一个梦 出乎意料的话 让彭江燕一正 失心语接着说 我梦见我和冯兴国在一起了 这句话猛地砸进彭江燕耳里 让他心跳都呼得停了一拍 不过那是四十岁的事了 失心语又补充了一句 彭江燕陡然抬眼看他 四十岁这个词 狠狠触动他的心 那正是前世 他和冯兴国离婚的时候 他突然心跳加快 就听失心语又说 你知道吗 梦里 虽然我们四十岁才结婚 可我后半生 过得前所未有的幸福 我们生了个女儿 养了狗 退休后还一起周游世界 那个梦太真实了 就像是我真正经历过那一生 失心语的话每一个字 都如惊雷轰然披在彭江燕身上 他彻底僵住 只能愣愣看着失心语 失心语见状却笑了 彭小姐 我知道你大概不信这么滑稽的理由 可我确实是因为这个梦而回国的 因为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为什么我和星国 要白白耽误到四十岁 才能在一起 我这次回国来找他 就是为了不让梦里的遗憾成真 听着这番话 彭江燕脸色疏然苍白 脑中一片空白 他怎么会不信呢 失心语说的这些 就是他经历过的前世 而直到这时 彭江燕才知道 前世离婚后 冯兴国过得真的很好 喉咙被酸涩赌着 让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而失心语定定望着他 眼里是坚定和坦然 彭江燕 我来找你 就是想跟你说 请你不要再耽误 我和冯兴国 不要耽误他的后半生 我想你也知道 兴国对你根本就没有感情 落下这番话后 失心语直接起身离开 彭江燕一路浑浑噩噩 回到家 进屋时 冯兴国已经回来了 刚洗完澡 正在擦头发 彭江燕正正看了他许久 渐渐的 他清冷的身影 和前世一点点重合 心里涌起的酸涩痛楚 席卷全身 在冯兴国看过来之前 他狼狈转身出了屋子 到院子里 他麻木地坐着家务 想要什么都不去想 拿着冯兴国换下来的 就衣服去洗食 照例掏了下口袋 却摸到里面有叶纸 拿出来后 他一眼就陡然正住 这是冯兴国 已经通过的出国申请 而上面的同行出国名字 只有冯兴国和魏浩英 两个名字 没有他 他的手难以自制地颤抖了下 一股悲切得难过忽地 席卷着击溃了他 原来 今生 他甚至没打算带他出国 身后传来动静 彭江燕下意识 将纸重新放入口袋 放在一旁 很快 冯兴国急步走过来 一把将衣服拿过去 将申请书拿走 我忘记把口袋里的东西 拿出来了 彭江燕垂着眼眸 也装不知情点点头 幸好我还没打湿 是什么资料 让你这么紧张 他心口发紧 等待冯兴国开口 可冯兴国捏着申请书 只是说 没什么 和你无关 一句话 重重砸入彭江燕心口 他终是红了眼眶 他宁愿他直接跟他说 可就这么等了大半个月 冯兴国也没有丝毫 跟他提着时的迹象 这天 彭江燕照常去上班 却没见到魏师傅 经理告诉他 魏师傅辞职不干了 什么 彭江燕不可置信 一整天 他都心不在焉 下班他是最后一个走的 关门离开时 却看见了 等在门外的魏师傅 师傅 彭江燕连忙走过去 询问他辞职原因 魏师傅笑笑 你也看到饭店 现在的生意了 听说最近 已经没几家国营饭店 开得下去了 咱们这家店关门 也是迟早的事 彭江燕没有反驳 身为经历过的人 彭江燕知道 师傅说的没有错 师傅 那您之后有什么打算 魏师傅语重心长 我准备去北方闯闯 我看你做事踏实 厨艺也有灵气 想问问你愿不愿意 跟我一块去 我 彭江燕愣住 魏师傅拍拍他肩膀 不急 好好考虑过两天 再回复我也行 回家路上 彭江燕脑海萦绕 不去师傅的话 心跳莫名地加快了 这是他前世今生 从未有过的机会 彭江燕推开门 就见冯兴国正坐在客厅 似乎在等他 他身形顿住 心里生起隐隐欲感 上前就在他面前坐了下来 果然 冯兴国看着他 沉沉开口 我之前跟你提过去 华尔街的聘用邀请 我决定接受了 他没说话 听着冯兴国继续往下说 那边给的条件很好 之前医生也说过 妈的病需要到国外 才能根治 所以我想带他过去看看 等两年后聘用期结束 我就会回来的 这是冯兴国第一次 跟他解释这么多话 彭江燕听得很认真 等他说完 他只问了一句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冯兴国沉默了下 才轻声道 三天后 心里高悬的石头 终于落了地 却砸得彭江燕心口血淋淋 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等他主动说 可就跟前世 他到离婚前一天 才通知他一样 今生他意识 直到要走了才告诉他 彭江燕更明白 冯兴国这次一走 就不会再回来了 看着眼前这张 他爱过怨过的脸庞 彭江燕的眼眶 一点点红了 半晌 他终于将藏在心底两世的问题 问了出来 冯兴国 你心里有把我当过 哪怕一点你的爱人吗 冯兴国拧起眉 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但彭江燕看过来的眼神太浓烈 让他下意识避开 只说 我们结了婚 你当然是我妻子 也是我的家人 妻子 家人 他唯独不谈爱人 彭江燕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不吵不闹 轻轻点头 哑声道 好 我知道了 三天后 彭江燕送冯兴国和魏浩英上了飞机 进登机口时 冯兴国莫名回头看了一眼 彭江燕站在那里 看起来毫无异样 可他的心里 却忽然涌起不安 这股不安 越远离 越强烈 但冯兴国 只当是自己想多了 并未在意 从机场回来后 彭江燕没有回家 而是直接去找了魏师傅 师傅 我已经想好了 要跟您一起走 这一世 他想要活出新的人生来 临出发那天 彭江燕提着行李出门 出门却撞见了石新宇 见到彭江燕提着行李 石新宇心一慌 立即拦住他 你要去找冯兴国吗 不是 彭江燕摇头 想了想 掏出包裹仔细的一个盒子递给他 本来我想去邮局寄去国外的 既然遇到你了 那正好你替我转交吧 还有这个手镯 也替我还给我婆婆吧 彭江燕将东西交到石新宇手里 神情释然 祝你们幸福 石新宇一正 彭江燕已经带着行李头也不回离开 半个月后 米国 冯兴国刚到就被接待到住处 又忙着适应新工作 还得带魏浩英去看病 直到现在才有时间联系彭江燕 走出医院 他正要去电话亭 迎面却遇上石新宇 打了个招呼要走 石新宇却叫住他 星国 彭小姐托我带了些东西给你 冯兴国脚步顿住 他接过来 入眼却是两份签了字的离婚协议 他这是什么意思 冯兴国愣了 石新宇眼神闪烁了下 彭小姐说他不想浪费时间等你 他还叫我转告你 要你只当没和他结过婚 以后如果有缘再见 也当彼此是陌生人 不可能 冯兴国不敢置信 直接丢下石新宇 就冲到电话亭 按时差 国内这个时候是晚上九点 彭江燕应该在家才对 冯兴国拨去电话 没有人接 他就这么拨了一遍又一遍 电话也就这么空响了一遍又一遍 始终没人接 冯兴国呼的就记起跟彭江燕见的最后一面 心口漠然涌上前所未有的痛意 最后他打通的是邻居的电话 邻居说 江燕 他前几天就收拾行李走了 我们还以为他是去国外找你们了呢 听筒陡然从冯兴国手里滑落 这一刻冯兴国才突然明白 机场送别的董事体贴 那是彭江燕离开他的决心 1997年 港城回归 举国欢庆 冯兴国提着行李下飞机 他这次是受邀回护讲座的 坐上去酒店的专车 同样受邀的同事 看着车窗外的日新月异 不住感叹 还是国内好啊 早知道就不出国了 我都想回国了 冯兴国眸光微顿 他呼得记起 彭江燕当初在同学会上说的话 倒真是让他说准了 意识到自己竟然又想到了彭江燕 冯兴国脸色疏地变冷 晚上八点 立都大酒店 琳琅满目的菜肴 被一道道端上桌 冯兴国坐在主编位置 身旁的主办方热情无比 冯教授 今天这顿 可是按国宴级别来的 我可拖了好些关系 才能请到这位长厨 每道菜可都有讲究 来来 我请大厨亲自给您介绍一番 随着他话音落地 包厢大门打开 一名穿着整节厨师服的女人走了进来 冯兴国抬眼看去 四目相对的这一刻 他的心跳陡然一停 耳边同时响起主办方的高昂介绍 冯教授 这位便是咱们国内最年轻 也是唯一一位女性国宴大厨 彭江燕大师 两人对上眼神 久久无言 一旁的主办方王老板 看出些什么 疑惑问 怎么 二位认识吗 彭江燕定定看着对面的男人 他自然一眼 也认出了冯兴国 他比七年前更沉稳了 就像他前世见过的 他在国外的模样 没有什么区别 时过境迁 此刻再见到他 他心里掀不起半点涟漪 已经能完全将他当作是旧事 对彭江燕而言 两人当初算得上是和平结束 因此 他看过去 脸上露出几分笑意 正要点头应下 冯兴国的声音 却先一步传了过来 不认识 彭大师 初次见面 你好 我是冯兴国 疏离冰冷的态度 他否认了两人的旧事身份 彭江燕一愣 随即却也是配合着伸手过去 你好 我是彭江燕 两人就跟陌生人一般打了招呼 既然冯兴国 没有要跟他相认的打算 彭江燕自然也就同样没了叙旧的念头 于是他公事公办 开始自己的工作 介绍完菜品 彭江燕礼貌地看了一眼冯兴国 随即玩耳笑道 那么二位慢吃 我还有别的工作就先走了 多谢彭大师了 王老板恭敬 朝他道别 彭江燕 微微点头 转身离开 身后的助理 关上了门 离开包厢后 回想冯兴国的态度 彭江燕 虽然有些许恍然 但随即 又表示了理解 毕竟两人 如今各有各的生活 那一年多的夫妻生活 又算得了什么 冯兴国 如今应当 已经跟施新宇结婚了吧 这么想着 彭江燕 也很快将这事抛之脑后 不再多想 他先去了后厨 做完日常巡查工作后 这才转而去了更衣室 换下厨师服 换上一身私服离开 彭姐 金勺厨艺大赛那边 今天又给您发来了评委邀请 您接受吗 助理紧忙跟在了彭江燕的身后 闻言 彭江燕顿了下 金勺厨艺大赛 已经连续三年 给他发来评委邀请了 不过他向来不怎么出席 这种公开的活动 每次都是拒绝 没想到这几年 他们还是切而不舍 继续发邀请 这样大的诚意 彭江燕一时也有些动摇 他接过助理手里的邀请函 先放着 我考虑下过几天 自己回复他们 好的 随即又嘱咐了几句 助理工作上的事 彭江燕这才看了看手腕上的表 好了 你先去忙吧 我还要等人 等助理离开 彭江燕却并没有急着走 而是站在门口 是在等人 不久后 饭店大厅传来一阵欢笑声 结束用餐的冯兴国 被王老板同样送到门口 他的丰田车已经被门童开到了门口 候着 希望冯教授多多指教了 王老板紧紧握着他的首客套 冯兴国神色依旧淡淡 哪里的话 自然的 然而就在他即将要上车时 目光却不自觉被那边正在等人的彭江燕 吸引了过去 见冯兴国看过去 王老板当即认出来 很快挥手 彭大师 您这是要去哪儿 听见声音 彭江燕看了过来 也是一愣 没想到这么快又能碰上了 他笑了笑礼貌回 我刚下班 要去临海路那边 他本想着 客套话也该到此为止了 谁料一直沉默不语的冯兴国 这个时候却突然说了话 那正是巧了 我们顺路 彭小姐 我可以送你一程 彭江燕神色一正 看向冯兴国的目光透着疑惑 他是真的搞不懂冯兴国这个人 一开始跟他装不认识的人是他 怎么现在又要送他 他无言之计 旁边的王老板 却乐得附和 既然这样 那彭大师 你就和 多谢冯教授好意 我就不用您送了 彭江燕扬起笑 却是直接了当 出言拒绝了 话到此处 他目光忽地落在不远处 驶过来的一辆桑塔纳上 神色骤然一亮 他笑起来指着那边 我是有人来接 就不麻烦冯教授了 雨霸 彭江燕大步朝那边走过去 那辆桑塔纳 也停在了他的面前 他当即 笑着上了副驾驶 车扬长而去 隐约能看见 驾驶座上的是位男人 冯兴国的脸色 几乎是在一瞬间 就黑了下来 身旁的王老板 却并未察觉出不对 看着两人离去笑着感叹 原来是有丈夫来接 这感情真好啊 他结婚了 冯兴国眉头深深拧起 直接问了出来 王老板随口接话 彭大师这个年纪肯定结婚了 想来怕是小孩都有好几岁了 他每说一句话 冯兴国的脸色就更是难看一分 而王老板却丝毫未觉 还在一旁打趣起他来 毕竟这国内像冯教授 您这样的单身主义者 还是少见 五 这话让冯兴国的神色更是阴沉 他直勾勾盯着前方 早已没了车影的方向 眼底泛起暗涌 最终 他只说了一句 我不是单身主义 不给王老板再多问的机会 冯兴国直接上了车 很快离开 回到住所 已经是半个小时后 这次回国 冯兴国除了是回来办讲座之外 其实也算是为回国发展做打算 当初去国外 他跟那边签的项目 本来就只有两年时间 当时更多的原因 其实还是为了冯母 只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 两年后项目结束 冯母的手术虽然做完了 却还需要后续精细调养 他便继续签了合同 待在国外 后来 冯母彻底痊愈 那边给了他绿卡 能让他彻底成为米国公民 但他是拒绝了的 即便那个时候 所有人都说 他应该定居米国 可冯兴国心里 却始终有个声音 在告诉他 他是要回国的 他始终记得 自己给过一个人承诺 说要回来 虽然如今 这个承诺 似乎只剩可笑 冯兴国回到房间 松开领带 躺在沙发上 望着天花板 脑海里浮现的 尽是今天 遇见彭江燕的美一幕 比起七年前 他变化实在太大了 有那么一瞬间 他险些都怀疑 他是不是换了一个人 他身上的自信从容 是他从前从未见过的 可记起当初他的那句话 他的心也彻底沉了下去 七年前 他说希望再见 就当没认识过 所以今天见面时 他如他所愿装陌生人 而他竟然也就真的是一副 从不相识的态度 冯兴国越想 心里越堵闷 过了片刻 他眸色冷沉 却是拨去了个电话 你好 王老板 方便将彭江燕的号码给我吗 我有个朋友 也想请他 王老板是个爽快人 很快就将号码给了他 彭江燕家里的号码 和他的传呼机号码都有 看着手边记下的号码 冯兴国迟疑很久 最终还是拨通了他家里的号码 电话只响了三声 那头便有人接通了 喂 你好 哪位 却是个男人的声音 冯兴国闷唇不语 抬眼看了一眼时间 心陡然降到谷底 此时已经是晚上十点 能接听彭江燕家里电话的男人 跟他还能是什么关系 有那么一瞬间 冯兴国还想过 是不是自己拨错了号码 可电话那头 却很快传来了 彭江燕的询问声 似乎是在跟电话那头的男人说话 他问 这么晚了 怎么还有人打电话过来 男人回 不知道 也不说话 挂了吧 可能是哪家小孩 又在恶作举 随着彭江燕漫不经心的一句提议 冯兴国的耳边 只剩下了嘟嘟的盲音挂断 他神色黑沉 攥着听筒的手力道 却是一点点收紧 彭江燕的声音那么清晰 他不可能认错 而他语气中和男人的亲近 是连七年前的自己 都没能感受过的 冯兴国深吸一口气 唇角涌上冷意 真是可笑 这么多年 他竟然还想过 他当初说的是气话 原来 他已经完全开始新生活 只有他还在可笑地惦记着他 一夜无好眠 第二天 冯兴国顶着清黑的眼圈 去了讲座现场 结束工作后 同行的同事笑着问他 这是怎么了 昨夜没睡好 时差没到过来 冯兴国只这么回 往外走时 眼神却陡然一顿 望向了停在路边的一辆桑塔纳上 如今 京北到处也有四家车 桑塔纳也常有 可冯兴国的记忆力很好 他定定看着车牌号 一眼辨认出 那是昨天 接走彭江燕的车 甚至或许就是彭江燕现任丈夫的车 四 他们的车停在一家童装店门口 怕是孩子都有好几岁了 王老板随口说的那句话 猝然窜入冯兴国的脑海 他眸色骤然一沉 定定望着那边 冯教授 怎么了 同行的同事问他 冯兴国目光未收回 知道 你们先走吧 我还有点事 等同行的人都离开 隔着马路 冯兴国看见从童装店里走出来 彭江燕熟悉的身影 而他怀里赫然抱着一名三岁大的女孩 在他身后 跟着身形高大的男人 三人说说笑笑 往车边走去 俨然是一家三口的幸福模样 这一刻 一切猜测得到了确证 冯兴国却心里空落落的 心底有莫名的情绪滋生 那头正要上车的彭江燕 似乎注意到什么 往这边看过来 冯兴国当即转身 往另一方向离去 车边 见彭江燕往那边看 男人有些疑惑 怎么了 没什么 应该是我看错了人 彭江燕很快收回了目光 抱着孩子上了车 他笑了笑 对开车的男人道 哥 你等会过去 可得好好轰轰嫂子 这我知道 魏正勇憨厚一笑 彭江燕便不再多说 魏正勇是他师父魏悦军的儿子 自此来到京北后 彭江燕一直跟魏家人住在一起 他们带他如亲人般好 彭江燕父母早亡 自小是跟爷爷一起生活的 后来爷爷临终前将他托付给冯家 他成了冯家的媳妇 离开冯家后 他举目无亲 是魏家人给了他一个新家 因此 对彭江燕而言 他将魏正勇是当亲哥哥来看的 这两天 魏正勇跟他媳妇闹了点别扭 把人家气得回了娘家 魏正勇没办法 这才抱着孩子 拉着彭江燕过来接人 一路到了嫂子家 彭江燕配合着魏正勇 温言相劝 花了三天时间 才总算是将人接回了魏家 为了表示感谢 魏正勇回到家后 偷偷拿了张电影票给他 彭江燕摆摆手不想收 你和嫂子自己去看吧 收着吧 我和你嫂子早看过了 魏正勇笑笑 直接将电影票塞进他手里 就回屋去了 不想浪费电影票的彭江燕 还是去了 可他没想到的是 会在电影院门口 遇见冯兴国 冯兴国显然是跟他同事一起过来的 看起来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 彭江燕也就没准备过去跟他打招呼 他正要进场 身旁却突然传来了一抹熟悉的男声 彭江燕 这里 文生回头看去 彭江燕神色诧异 百晨轩 好巧 怎么在这里碰见你了 朝他走过来的正是百晨轩 当初冯兴国的医生同学 说来也巧 全国这么大 他来到京北没多久 一次去医院 就这么碰见了百晨轩 那时百晨轩也正好刚调到京北医院没多久 两人都是刚来京北的外地人 加上之前算是认识 一来二去就渐渐成了朋友 不过由于他们两个这么多年都始终没结婚 明里暗里都被人撮合了不少次 这次一见到他 彭江燕心里也大概明白了几分 恐怕又是魏正勇的主意 果然 百晨轩扬了扬手里的电影票冲他说 不巧 我是特意在这里等你的 真是不好意思 我哥他们实在是太给你惹麻烦了 彭江燕笑着道歉 百晨轩却神色坦然 他耸耸肩 不算麻烦 我乐意至极 一 得了 少贫了 彭江燕并不将百晨轩的玩笑放在心上 不过好在两人在当朋友这点上还算契合 看场电影算不得什么 正要一同去进场 转身却迎面正好撞上脸色阴沉的冯兴国 三人对视 气氛煞时将注 彭江燕和百晨轩脸上的笑意还未脸去 反观冯兴国 脸上却是难看至极 冯兴国 还真是你 先打破这抹尴尬气氛的是百晨轩 只不过不比七年前遇见时的友好 此刻他的语气中带着凉凉的嘲讽 冯大教授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这几年 冯大教授在国外发达了 我们这老同学都难得见你一面 冯兴国的眉头紧紧猝起来 他看着面前这两人 脑子却是有团乱麻里不清 他前几天才看见彭江燕一家三口的和睦场景 也终于说服自己不再多想彭江燕的事 可现在 这一幕又是怎么回事 已经有家世的彭江燕 为什么会和百晨轩单独来看电影 不等他理清个思绪 却见彭江燕扯了下百晨轩的衣角 随即站上前来 朝他笑着打招呼 不好意思 百晨轩他说话没把门 别放在心上 冯教授今天也来看电影 话里行间 彰显着跟百晨轩的亲近 也表达着跟他的疏远 冯兴国的心里闷堵得很 他不免冷下了脸 语气也冰冷冷 彭江燕 你倒是真让我刮目相看 我没想到现在国内的风气居然这么开放了 你一个有家世的人 居然还能这么光明正大 跟别的男人来电影院约会 四周安静下来 彭江燕的笑容更是彻底僵住 神色间同样泛起冷意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冯兴国却只冷冷 看向了百晨轩 百晨轩 以前看你的品行还算端正 现在怎么居然做起破坏别人家庭的事来了 一时之间 引来了不少人的注目 彭江燕的心重重一沉 他定定望着冯兴国 不明白好好的 他为什么突然要将气氛搞得这么僵 他正要出声 身旁的百晨轩 却先一步冷笑开了口 冯兴国 你真是好笑 你们早就已经离婚了 我跟他是什么关系 轮得着你来说三到四吗 江燕现在是单身 他有权选择跟任何人在一起 声声质问入耳 冯兴国却陡然正住 耳边如惊雷轰鸣 他瞪大了双眼 不可置信问 彭江燕现在是单身 他没有结婚 当然了 百晨轩气急 想也不想点头 听到肯定答案 冯兴国眼里骤然一亮 他看向旁边的彭江燕 问 那那天你抱着的孩子是 孩子 彭江燕眉头皱起 露出些许疑惑来 可很快 他记起那天带侄女从童装店出来时 看见一晃而过的熟悉身影 原来那天他没有看错 彭江燕解释 那是我大哥的孩子 算是我侄女 原来竟只是误会一场 这一刻 冯兴国浑身一震 心地深处隐隐冒出不知名的逾越来 半晌 冯兴国神色缓和下来 正想说些什么 可下一刻 却见百晨轩一把拉过彭江燕的手臂 带着敌意看向他 冯兴国 不好意思 我们电影要开始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请让一下 冯兴国视线紧盯着百晨轩 牵着他的手腕处 而彭江燕并没有正开 顺从地就这么被百晨轩 带着绕开了他往电影院里面走去 冯兴国谋色微沉 站在原地许久没有动静 此刻 他竟有些懊悔 拒绝了同事的电影票 但想到彭江燕并没有成家 冯兴国的心情 也一点点好了起来 九 电影结束 彭江燕和百晨轩出来时 已经看不见冯兴国的身影 大概是走了 百晨轩送他回了家 提及冯兴国时 仍然有些愤愤不平 江燕 你放心 要是他还敢来打扰你 你喊我过来 我一定帮你 他可是你的老同学 彭江燕见他反应有趣 不觉调侃 百晨轩却语气沉沉 我可没有他那种 朝三暮四的老同学 文言 彭江燕神色微正 却是笑了出来 我记得当初 你还替诗心语抱不平 我跟冯兴国分开 他们应该在一起了 你不是应该高兴吗 高兴什么 他当初是惦记着施心语 跟你结了婚 你本来就是受害者 后来他居然还能抛下 你去了国外 我算是看错了他 百晨轩如今提起冯兴国 尽是不满 彭江燕神色恍然片刻 随即只是淡然笑笑 也算不上抛弃 本来分开这件事 也是我和他双方共同决定的 现在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没必要揪着不放 这话出来 百晨轩神色一正 欲言又止 最后 彭江燕轻飘飘掀过了话题 好了 时间不早了 你赶紧回去吧 不是说你明天是早班 百晨轩谋色定定 看了他许久 最终没有再多说什么 很快离开 而彭江燕也很快回了屋 一进门 就看见满头银发的魏月君 坐在院子里 朝他看过来 怎么不让百医生进来 喝杯茶再走 那眼里的笑意 一看就是魏正勇夫妇 跟他说了什么 彭江燕无奈看过去 师父 我早跟您讲过了 我跟百医生没什么的 下次别搞这种事了 惹得我跟他相处多尴尬 行行行 这感情的是随你 魏月君没多提 随即提了一嘴正事 听说金勺厨艺大赛 今年又请你去当评委 你怎么想的 还在考虑 彭江燕如实回答 魏月君慢吞吞喝了口茶 随即缓声道 你最近不是在想着收官门徒弟吗 这些大赛里 有时候还是有些好苗子 可以挑挑的 但这是也看你自己 不想去也没事 文言 彭江燕谋色一亮 然而魏月君化到极止 很快回屋去了 有了师父的提点 彭江燕隔天便回复了对方 答应了去这次大赛做评委 之后几天 他基本上都在了解大赛的事 晚上七点 他从京北大饭店出来 刚出门 一辆丰田私家车 却停在了他面前 车窗降下 竟是冯兴国的脸 江燕 有时间吗 我想跟你谈谈 我不觉得 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谈的 彭江燕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 拧起眉头 距离上次电影院见面 已经过去了一周的时间 这期间 彭江燕没再听见过 冯兴国的任何消息 他还以为他已经回米国去了 没想到 竟然会这么猝不及防 重新遇见 但也是自从有过电影院那一遭后 他算是明白了 冯兴国怕是根本就没想 让他好过 一开始装陌生人的人是他 后来莫名其妙 对他冷嘲热讽的人 也是他 彭江燕如今对冯兴国的那点礼貌 算是荡然无存 可此刻的冯兴国 似乎却并没有因为他的拒绝 而神色有异样 他定定望着他 眼里却是泛起淡淡的笑意 我想为那天在电影院的冲动 跟你道歉 有那么一刻 彭江燕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听错了 这样的话 居然会出自冯兴国的口中 他狐疑看过去 眼里的防备并未松半分 不必了 都已经过去了 我没有放在心上 冯教授不必在意 冯兴国神色一将 自从重逢以来 他对他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疏远 就如他当年所言 根本就是将他当陌生人 可这段时间 冯兴国想了很久 也想了很多 他本以为自己可以平静地接受 跟他没有任何交集 也可以就这么放任 他过他自己的生活 如果没有重新遇见的话 他可以不在意 可他就这么重新出现在他生活中 打乱了他的心 直到那天 他发现自己在看见他和百尘轩 走在一起时 心里涌出来 前所未有的酸涩与愤怒时 他才恍然意识到 那股情绪较嫉妒 而这么多年 彭江燕的身影 环绕在他脑海挥之不去 是思念 直到这时 冯兴国才恍然大悟 他是做不到的 他做不到 跟他当陌生人来相处 在他的人生里 向来目标坚定 而此刻 冯兴国无比清晰地 任之道 他心底深处 是想挽回彭江燕的 只是向来 无往不利的冯教授 如今却在他这里受了错 彭江燕的拒绝 同样坚定 他淡淡看了他一眼 言语间透着一样的冷意 冯教授 我有我的生活 相信您也很快 要回米国了 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没必要多做交集 握着方向盘的手 一点点收紧力道 冯兴国压下心口涌上的沉闷 他眸色沉沉 再度开口 你别误会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我妈听说遇见了你 想跟你通个电话 如果你不方便 那就算了 提及冯母 彭江燕原本平静 冷淡的神色骤然一变 他呼地拉住了他的车窗门 眼里泛起关切 骂他 伯母他现在的身体怎么样 下意识喊了妈 却也很快反应过来改了口 他还真是将避嫌发挥到极致 冯兴国 神色微顿 随即下车 替他打开了车门 定定看向他 上车 你可以自己问 看着大开的车门 彭江燕犹豫着 一方面 他并不是很想跟冯兴国 继续有接触 可另一方面 他确实想知道冯母的近况 不论如何 前世今生 冯母对他是真的好 迟一片刻 彭江燕还是上了车 一路无言 抵达冯兴国的住所 刚下车 正要进屋 汪汪汪 隔壁猝不及防 几声尖锐的狗叫声 吓得彭江燕一慌 往旁边扑去 静意转身 直接扑入了冯兴国的怀里 对上视线的那一刻 彭江燕看见了冯兴国眼里 一闪而过的笑意 随即 冯兴国朝隔壁看了一眼 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抚 没事 那狗是被拴着的 受到惊吓的心平稳下来 彭江燕有些尴尬地退后几步 还没等他说什么 就听见了冯兴国 带着调侃的语气 轻飘飘传过来 这个年纪了 还是一样怕狗啊 彭江燕稍稍一愣 你还记得我怕狗 以前跟你走夜路时你说过 冯兴国回答他 随手打开了大门 进来吧 彭江燕回过神来 跟着走了进去 冯兴国的房子是三十一厅 大概是暂时租住 并没有添置很多东西 很快 冯兴国拨了国际电话 电话那头响了几声后 拨通了 聊了几句 他将话筒交给了他 江燕 是你吗 冯母熟悉的声音 透过听筒传来 彭江燕的心口涌上酸涩 眼眶灯时红了一圈 他哽咽着喊了一声 伯母 是我 一句称呼 那头却安静了几秒 随即冯母的声音 透着几分委屈哽咽 江燕 我可不爱听你这么说 你在喊我伯母 我可要难过的 听冯母这么说 彭江燕透了几分无奈 好 妈 无关婆媳关系 彭江燕也是真心喊冯母这声妈的 在她心里 也完全当冯母是亲妈 两人又聊了会天 最后彭江燕和冯母约好之后 再打电话才挂断 挂断电话后 彭江燕从包里掏出纸笔 递给冯兴国 你刚刚也听见了 伯母让你把她的号码给我 我以后回去自己给她打电话 可坐在沙发上的冯兴国神色淡淡 却将她手里的纸笔挥开 不行 你要跟我妈通话 就来我这里打 彭江燕皱起了眉 也是直到此刻 她的理智也渐渐回笼 她呼地意识到 自己其实也不该跟冯母再多有接触 今天这个电话她已经知道了冯母身体无恙 那就够了 要断 本来就该要断干净 彭江燕很快收起了纸笔 如果你不想给号码 我就先走了 彭江燕这般态度完全不在冯兴国的意料之中 她神色一慌 当即起身 叫住了她 等一下 冯兴国深深叹了口气 还是低头在纸上写下了冯母在米国的通讯号码 递给了她 给你 没想到她这么就妥协 彭江燕倒是愣了下 冯兴国捏了捏鼻梁 神色有些柔和 刚刚 是我不对 我只是想跟你多接触 让你不高兴了 真是抱歉 她的歉就来得诚恳 彭江燕反倒有些不能适应 收下了纸条 她随口转移话题问 说起来 你一个人暂住还租这么大的房子 冯兴国神色一顿 回答她 我准备买下这套房子 这个回答让彭江燕同人骤然一紧 下意识就问了她 你定居国外 老家也不在京北 怎么会想起在京北买房子 冯兴国定定望着她 顿了下 语气沉沉 以后总需要个安定的家 这话让彭江燕一愣 她说的这个意思 难道是她准备回国了吗 可很快 这个念头又被她挥出脑海 怎么可能呢 她清楚记得 前世诗心语提过 她是希望久居米国的 而冯兴国自然会顺从她的意思 今生想来也是同样如此 或许只是为了偶尔回国旅游时 能有个住所吧 这么想着 彭江燕也就没有再多问 只是笑着点点头客气道 也挺好的 这里位置不错 诗小姐应该会喜欢的 她随口的一句话 冯兴国却愣住了 她疑惑皱眉回头 我的房子 为什么要失心于喜欢 她是你妻子 你买房肯定得考虑她的想法 彭江燕没做多想 随口回答 却没能听见冯兴国的声音 彭江燕疑惑看去 只见冯兴国的神字冷沉 眼里透着古怪 谁跟你说 诗心语是我的妻子了 原来他们还没结婚 彭江燕心里诧异 没想到 他们居然这么多年也没进度 但这跟她倒是没什么关系 她很快止住话题 摆摆手 不好意思 那是我误会了 冯兴国的眉头微醋 意识到不对 她想说些什么 可彭江燕已经很快结束了这个话题 她收起冯母的号码纸条 看了看手表 时间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雨霸 她静止转身离开 可才出门没两步 冯兴国就跟了出来 不等彭江燕问什么 她便指了纸车 我送你回去 彭江燕往后退了两步 挥手 不用了 我自己走回去就可以了 这里距离她家 其实并不远 彭江燕快不离开 冯兴国靠在门框 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眸色沉沉 回去的路上 彭江燕的脑子始终乱糟糟的 不过是去了一趟冯兴国家里 她的脑子里却像是被塞进了一团理不清的乱麻 冯兴国今天说的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 她只是想跟她多接触 前世她搞不懂冯兴国 重来一世七年前 她也搞不懂冯兴国 如今迈入新人生重新开始了 她还是搞不懂冯兴国 彭江燕想不明白 索性就不再想了 之后几天 彭江燕忙着筛选金勺厨艺大赛的选手 整个人忙得脚不沾地 好在让她欣慰的是 就如师父所言 在这样大规模的厨艺大赛中 有来自全国各处的厨师 也让她确实能选到好几个不错的苗子 她在其中选定了几名候选人 准备等大赛结束后 让人去询问一下 比赛还要比好几轮 这天 彭江燕刚从赛场出来 传呼机却响了几声 她看了一眼 是百晨轩打来的 找了一家电话亭 她很快给百晨轩回了电话 晨轩 什么事 电话那头的百晨轩 语气带着歉疚 想跟你说 明天我临时有台手术 可能不能陪你去选菜了 明天彭江燕有场宴席 要亲自下厨 而她向来的习惯是 只要是她下厨 所有食材都必须是她自己亲手挑选 以往都是百晨轩陪着她去 替她拎东西 彭江燕笑了笑 就这是 没事 我自己可以 那就好 那下次我请你看电影赔罪 百晨轩说 多年好友 彭江燕不跟她客气 好 挂了电话 从电话停出来 彭江燕直接回了家 第二天 天还未亮 彭江燕起了个大早 准备去挑选最新鲜的食材 一切准备齐全 她一出门 却见到一束车灯光照过来 定睛看去 竟是冯兴国 她大步朝她走了过来 听说你一大早要去菜场选菜 我过来陪你 彭江燕眉头促起 你怎么会知道 话音才落 却见那头另一头 又亮起了一束车灯的光 百晨轩的声音 由远至近传来 江燕 我那台手术患者取消了 特意过来 话到此 百晨轩的身影到了她面前 也看见了冯兴国 脸色陡然一黑 冯兴国 你来做什么 你来做什么 我就来做什么 冯兴国淡淡悔 两人无声对峙僵持 随即齐齐看向了彭江燕 异口同声 江燕 你要跟谁一起去 彭江燕站在原地 实在是无奈至极 你们两个多大年纪的人了 这是在做什么 她直接回头朝院子里 轻催了一声 哥 你快点些 话音才落 魏正勇便拿着桑塔奈的 车钥匙赶了出来 见到门外这场景 不禁也是一愣 彭江燕已经推了推她 我哥陪我去就成 你们两个回去休息吧 雨霸 她沉沉叹了口气 直接转身 拉着魏正勇 开启旁边的桑塔那离开 留下冯兴国和百晨轩 相对无言 片刻过后 百晨轩手撑着车 直接开了口 冯兴国 我希望你那离江燕远一点 她应该不想见到你 冯兴国双手还凶 定定回望她 这话要说 也该使江燕她亲口来跟我说 你有什么资格 那你又有什么资格 百晨轩脸色沉了沉 当初你那么对她 现在到底是哪里来的脸 重新追求她 我跟她之间是夫妻私事 再说我从来不认为我和她之间有什么无法化解的大问题 如今我想跟她重归就好 总比你七年却没有一点动静好的很 冯兴国冷冷回搏 可这话却让百晨轩听得发笑 你真的认为你们之间没有大问题吗 你把她伤成那样 你害得她再也无法进入一段新感情新婚姻 居然还在这里大言不惭说 你们从前没有什么大问题 冯兴国 你未免太自大了 这话让冯兴国心陡然一沉 眉头紧紧促起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到现在还清晰记得 当初你亲口对 还是你老婆的江燕 说你喜欢诗心语 我也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出国 却要将妻子抛在国内 别说彭江燕了 就连我这个外人 都看不到你对她有半点感情 你出国这么多年 难道跟诗心语没有在一起吗 你们两个单身 又是旧情人 不是早就该结婚了吗 你现在又来招惹江燕 算是什么意思 百晨轩替彭江燕不平 一股脑将质问抛出来 每句话都如雷贯耳 冯兴国心头重重一沉 一直以来的那些不对劲 在此刻点点清晰 直到此刻 他才清晰认知到 原来他和彭江燕之间最大的误会 是诗心语 冯兴国的眉头 一点点皱了起来 他解释 可我从来没有跟诗心语怎么样 在国外 也并没有除了普通朋友以外的感情 闻言 百晨轩痴笑一声 你这话谁信 你要是跟诗心语没什么 当初诗心语会在你还没离婚的时候 就找彭江燕 让他离开你 什么 冯兴国谋色陡然一正 眼里满是震惊 见状 百晨轩才反应过来 自己一时气急 竟然说漏了嘴 其实七年前 诗心语和彭江燕谈话时 他也同样在那个茶餐厅 就坐在他们隔壁 不过座位阻拦了视线 让他们并未注意到他 也是因此 他听到了他们的全部对话 当时百晨轩只觉得诗心语的话可笑 可更让他出乎意料的是 没多久 竟然就真听到了彭江燕跟冯兴国分开的消息 得知这一切 冯兴国神色正然 满脑子嗡嗡作响 他浑浑噩噩离开了彭江燕家门口 开车回到自己住所 天色大亮 冯兴国停车下来 走向家 抬眼却迎面 却传来一道女声 兴国 你这么一大早 去哪儿了 我刚回国没地方住 能在你这里暂住几天吗 正是提着行李的诗心语 冯兴国定定望着面前的诗心语 语气泛起森森寒一来 诗心语 七年前你找彭江燕说过什么 听见这话 诗心语脸上的笑容 灯石僵住 心下一慌 神 什么 然而对上冯兴国冰冷至极的谋色 他强作镇定 开口 兴国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提起你前妻了 发生了什么 他表面洋装 什么都不知道 可实际上 诗心语正是因为知道冯兴国回国 重逢了彭江燕 这才急匆匆赶回了国 这七年间 诗心语本以为自己和冯兴国能很快在一起 可没想到的是 不管他如何暗示明示 冯兴国根本就不为所动 他就像一根不开窍的木桩 任他如何敲打也没有反应 这期间 他为他拒绝了无数个身份地位都不错的男人的追求 诗心语寻过时机提及过往 想试图让他记起他们学生时代的那些感情 然而冯兴国对他说 以前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当初年轻不懂 误把欣赏当作是喜欢 以后就我们就还是跟其他人一样当朋友就好 误把欣赏当喜欢 这句话狠狠印在了诗心语的脑子里 怎么会这样 这跟他梦里完全不相符 但诗心语也了解冯兴国的性子 这情况下 若是他强硬跟他表白 肯定会被他拒绝 所以这七年 他待在他身边只做好友 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是他的 天天没想到 就这一次回国 就让他的计划全部偏行 七年前 你到底有没有找过彭江燕 让他跟我离婚 冯兴国再度沉沉问他 眼里冰冷一片 诗心语深吸口气 缓声回答 我找过 我也确实可能说过一些并不妥当的话 但我并不后悔 因为我只是基于我个人的立场 说明了我的想法 当时彭小姐也并没有答应我 后来你们离婚 是彭小姐亲口说的 也是他自己决定的 如果你觉得是我在其中作梗 我可以跟彭小姐面对面对峙 他说的坦然清白 冯兴国的神色有些许松动 眉头微微促起 一时不知该相信谁 见状 诗心语提上行李 看来我这个朋友是借助不了了 冯兴国 我就不打扰你了 语霸他静止走到街上 扬手打了辆出租车离开 直到上了车 诗心语的眼里才泄了思庆幸 随即眼底却闪过一丝嫉恨 都怪彭江燕 若是没有他 冯兴国就该乖乖回米国 回到自己身边 另一边 彭江燕结束采购食材 再回到饭店开始工作 等结束工作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 他换下厨师服 离开饭店赶往金韶厨艺大赛的现场 虽然今天这场比赛 他跟主办方请了假 但他没忘记自己的收徒计划 他看中了其中一名来自西江的年轻女厨 正想着今天这场结束 就找他愿不愿意拜师 然而抵达现场后 却并未在选手中 寻到对方的身影 19号厨师人呢 彭江燕问 他今天被淘汰了 人应该已经回西江了 什么 彭江燕赫然大惊 他没想到 自己就缺席了一天 居然就有这么大的纰漏 顾不上许多 彭江燕当即借用了身边人的自行车 一路朝着火车站赶去 然而一心只顾着往前追的彭江燕 并未多注意旁边 经过路口时 一辆出租车突然窜了出来 尖锐的喇叭声响彻耳机 彭江燕反应过来时 出租车已经朝他直直撞了上来 哐当一声巨响 彭江燕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好在出租车司机踩刹车急时 并未造成更严重的伤 手掌和膝盖都被摔破了皮 自行车链子也掉了 齿轮转动发着枝哑的声音 不等彭江燕起身 出租车里的人已经率先破口大骂 你这人骑车怎么不看路 撞到我车了 这样不讲理的话惹来了路人的议论 然而一心只惦记着追人的彭江燕 此刻顾不上太多 爬起来看了看车链子 确认无法骑车后 好在这里已经是火车站附近了 他果断要往火车站跑过去 还没跑 手却被司机一把拽住 谁让你走了 我车头都被刮损了 你还得赔我钱 撞人的车反而过来讹人 彭江燕的眉头紧紧皱起 他深吸一口气 看了下手腕上的表 已经四点四十分了 他让人查到最近一般去往西江的火车 是五点发车 在耽误时间就真找不到人了 他紧忙从身上掏出明片地过去 我现在有急事 你之后有什么就联系这个电话 司机低头看了一眼 彭江燕 他嘀咕了一声 怪耳熟的 而彭江燕正开后 便当即一瘸一拐 往火车站冲去 火车站内人挤人 到处都是行李 彭江燕顺着站台挤过去 那头去往西江的站台 已经开始剪跳了 他一眼看见了 混在人群中的那名女厨 眼里赫然一亮 他高声大呼 林小花 彭江燕扯着嗓子喊了好几声 可人群声音太嘈杂 那头的林小花 根本就听不见 神色没有半分动摇 继续往前走 麻烦让让 谢谢 彭江燕拼命往前挤过去 然而临近剪跳口 根本就没人愿意让路 最终彭江燕就卡在距离林小花十几米的距离 就这么眼睁睁看着林小花进了站 消失在他眼前 彭江燕急忙去窗口 想买张站台票追过去 却被告知已经停止了卖票 没有站台票 他追不过去 眼里的光暗淡下来 人流在他身侧穿梭而过 他回到了空旷的地 靠在墙壁边 眼看着那头已经发车无能为力 没过多久 助理追了过来 彭姐 你这是怎么搞的 彭江燕拟谋 最后一次深深看了下驶离的火车 任由助理扶着去了医院 最终确认为右手手臂骨折 全身体外伤 人没有追到 还搞了一身伤 倒真是得不偿失了 做了简单的包扎后 彭江燕回到了家 这下是真要静养了 他坐在房间里 目光疏地注意到 上次冯兴国写给他的纸条 那是国外冯母的联系方式 这段时间 他一直忙活 也就没能联系 现在倒是能打个电话 彭江燕用左手一个数字 一个数字拨去 然而却被电话那边告知 查询不到他拨过去的坐机号码 挂断了电话 彭江燕的眉头紧紧皱起来 简直要被气笑了 他还真是看错了冯兴国 他竟然给他一个假号码 这一天本就事事不顺 此刻看着手里的号码 彭江燕心里是越想越气 直接捏着纸条 就找上了冯兴国家门 扣扣敲了几声门 却没人开门 屋里灯也是暗的 像是不在家 彭江燕冷静了些 准备离开 一转身 却正好撞见冯兴国 扶着施新宇从远处走来 三人迎面对上 皆是一愣 彭江燕先反应了过来 他朝施新宇笑了笑 施小姐 好久不见 见到彭江燕时 施新宇眼底闪过些许荒逸 可在发现彭江燕这般态度后 他吻了吻神 也同样笑了笑 彭小姐 好久不见 两人这般平静地打过招呼 反而是让冯兴国在一旁有些愣住 他在看见门口的彭江燕时 下意识松开了扶着的施新宇 可施新宇显然站不稳 他只好又扶住了他 而此刻走近了 看见彭江燕右手手臂吊着的夹板 眉头骤然一紧 江燕 你的手怎么了 怎么受伤了 连接的问题问出口 彭江燕转头看向了旁边的施新宇 神色平静 轻轻摇头回答 出了点小意外 没什么大事 施小姐是刚回国吧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两个了 雨霸 她朝他们点头示意 算作是道别 准备离开 然而冯兴国的声音 却又一次传来 你还没说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彭江燕捏灼手里的纸条这才记起 回头有顾虑地看了一眼施新宇 想想却还是摇头 没事 但我有事 冯兴国拉住了她 语气沉沉 你刚刚说不打扰 我和施新宇 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跟施新宇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她刚刚 在外面摔了一跤 扭伤了脚 她在这边 也没有别的朋友 我就去接她过来 帮她租了我家隔壁的这间房 她顿了下 不忘补充 都只是基于普通朋友的立场 这番话下来 彭江燕一愣 一旁的施新宇 更是神色铁青江柱 天刻 施新宇却只能抢挤出笑来点头 对 施小姐不要误会了 彭江燕能看得出来 冯兴国确实是紧张她的想法的 这些跟我没有关系 冯教授 你和施小姐是什么关系 不必跟我解释 彭江燕只是平静地笑了笑 满不在乎的态度 随即她还是从口袋里掏出纸条来 我今天过来 其实只是想问问你伯母的这个号码 我拨了号码 说是查询不到 冯兴国垂眸看去 目光从那串数字掠过 呼得一正 她反应过来 抱歉 最后一位数字是我没写好 你是不是把我写的六看成了八 这么一说 彭江燕看了一眼 这才发现 确实是自己看错了 原来是这样 那是我误会了 她收回了纸条 却听旁边的施新宇笑了笑 彭小姐 你别介意 兴国的书写习惯 经常会有人看错的 之前老让她改 我暂时都还没看见 除了我之外 其他人能一眼认对她的字 一副熟忍至极的态度 带着隐隐的战有欲 彭江燕稍愣 但很快没多在意 只淡淡点了头 很快道别离开 待彭江燕的身影彻底消失 施新宇看向了冯兴国 玩耳一笑 兴国 麻烦你了 又是一副淡然的模样 冯兴国深深看了她一眼 帮她提着行李 谢谢 我就知道 你不会放任 我不管的 施新宇朝她笑 可冯兴国的脸色 却并不好看 她将她送进了隔壁的屋子 语气带着淡淡的警告 我接你过来 是看在老师的面子上 以后 我们不必有多余的接触 另外 我不希望 你再跟彭江燕说这种 会让人误会的话 施新宇一愣 面上僵硬 她还想解释什么 冯兴国却先一步揭穿了她 你刚刚在彭江燕面前 说只有你能认得出我的字这种话 听起来像是在向她宣告主权 可我跟你并没有别的关系 而我也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 我准备跟彭江燕重新开始 最后一句话 如惊雷轰然打在施新宇的耳边 她眼里有些不可置信 随即强作镇定回 都七年了 当初是她跟你提离婚的 她还说了 不想见到你这样的话 你确定她会想跟你重新开始吗 新国 她根本就配不上你 你错了 冯兴国定定看着她 想来现在以她的身份地位 是我配不上她才是 施新宇眼底升起巨大的震惊 她怎么都不敢相信 这样的话 竟然会是冯兴国口中说出来的 彭江燕不过就是个做菜的厨子 地位再高 又能高到什么地方去 但心里这样想 她面上却不动声色 只是温声道 我知道了 你放心 我以后不会说什么的 而我也还是早上那句话 如果你需要我为七年前的事 跟彭小姐当面谈谈 我也不会逃避 提及这事 冯兴国面色松动了些 她谋色为暗 不重要了 就像你说的 离婚的事是她自己决定的 现在我能做的 就是在现在跟她好好重新开始 过去的那些事 就不必再多提了 听到这话 施新宇眼底深处 浮现一抹得意 没再多说什么 彭江燕回家的时候 在门口撞见了过来的百陈轩 陈轩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过来了 彭江燕有些诧异 百陈轩停好了自行车 向她走了过来 满脸都是担忧 我做完手术 出来听医院同事 说你今天去了医院 手还骨折了 担心得很 这一下班 就赶过来看看你 彭江燕用左手 推开了院子门 领她进来 没什么事 医生说 休养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只是这段时间不能下厨了 手都成这个样子了 你还惦记着什么下厨 百陈轩有些无奈 进了四合院 两人在院子里的茶台边坐下 百陈轩仔细看了看她手上的伤 怎么搞的 彭江燕便将自己追人出车祸的事 跟她说了 提到那眼睁睁看着离开的林小花 彭江燕神态间还有些惋惜 百陈轩又问 那你还受着伤 怎么这么晚还是从外面回来的 你去哪了 这下 彭江燕神色一愣 恍然片刻 随即她笑笑 也就实话实说了 我去找冯兴国了 我还以为她故意使坏 给了我一个假号码 结果过去问了才知道 是我自己看错了 闹了个尴尬 还打扰了她和施小姐 施心愚 百陈轩眉头皱起 她也回国了 彭江燕倒是神态淡然 理所应当是的 这有什么 冯兴国回国了 她跟着一起回来 也很正常 不过也很奇怪 今天冯兴国突然当着施小姐的面 跟我说了一大堆 她和施小姐没关系的事 听到这里 百陈轩神色一讲 迟一片刻 她还是开了口 如果你和冯兴国七年前 是有误会呢 误会 彭江燕一正 听着百陈轩说起 当初施心愚找她的事 又说起冯兴国震惊的反应 也提及冯兴国看起来 是真的没有跟施心愚有什么 别人或许可能会动摇 可彭江燕回想着过去种种 又回想着前世种种 对她而言 她和冯兴国之间没有任何误会 因此 她笑笑打断了百陈轩的话 不用替冯兴国说话 我跟她没有可能 已经过了七年 这些事也该过去了 你的意思是 百陈轩愣愣试探 我的意思是 冯兴国什么想法 我都不在乎 我也不想花费多余的精力 去想一些过去的没意义的事 这么多年 我很满意我如今的生活 彭江燕淡淡一笑 我不会因为任何人而改变我自己现在的状态 她神态间带着足够的释然 百陈轩一正 所有的话也验了回去 她笑了笑 也就不再多提 由于右手受了伤 彭江燕只能请了长假 推掉了所有的明艳要约 无法亲自下厨 她每日在京北大饭店后厨 做了日常巡查后 剩下的时间就基本上 待在了金勺厨艺大赛 过两天就是总决赛了 彭江燕看着剩下的几名选手资料 脑子里却依旧还是惦念着 之前很喜欢的林小花 她忍不住抽空 找了另外一位评委问 那天 19号选手为什么被淘汰 我记得她厨艺不错的 那天她不知是怎么回事 心情似乎不太好 居然犯下了把糖和眼睛 混这种最低级的错误 身旁的评委叹了口气 看向彭江燕的神情 带了些小心 这错误实在是太低级了 不然就按她是您看中的选手 我们也不可能这么轻易淘汰她呀 听着这话 彭江燕谋色一正 这么一听的话 与其说是被淘汰 林小花根本就是主动被淘汰的 这是怎么回事 怀着这股疑惑 彭江燕特意交代了助理 去查查林小花比赛前都发生了什么事 走出赛场 彭江燕正要打车回家 一辆熟悉的丰田车却停在了她面前 冯兴国从驾驶坐下来 替她打开了车门 我送你回家 这几天时间 冯兴国并没有出现在她的生活里 彭江燕还以为世新宇回来后 她是终于想通了 两人能恢复到各自的生活中去了 可没想到 这才消停没多久 她居然又来了 彭江燕眉头皱起 有些无奈 冯教授 你每天现在都这么闲的吗 前几天再忙 今天刚闲下来就来找你了 冯兴国倒是实诚 回答了她 彭江燕叹了口气 我的意思是 我跟你似乎并没有什么 需要见面的交集 明显地拒绝态度 冯兴国谋色沉沉 却并没有要走的意思 我想跟你重新开始 肯定是要主动些的 机会是人创造出来的 不得不说 她一本正经 说这种追求人的话 看起来实在是有些拙劣 彭江燕定定看着冯兴国许久 冯教授 别开玩笑了 雨霸 她转头 看着周遭的人来人往 大步就要走 她一次又一次地拒绝 让冯兴国神色暗淡了下来 她下车跟了上来 拉住了她 彭江燕 七年前 你说你情愿我们没结过婚 再见就是陌生人 我做到了 可前段时间 我们都已经缓和了 不是吗 你为什么 还要对我这样避之不及 彭江燕脚步一顿 神色疑惑 我什么时候 说过这句话 冯兴国更是一愣 什么 我说我什么时候 说过再见 就是陌生人这种话 彭江燕眉头紧紧拧起 直到此刻 她忽然才明白过来 重逢见面时 冯兴国的冷淡态度 原来是因为这个 而冯兴国拽着她手的力道 一点点松下来 眉头也跟着一点点促起 当初 你让施心宇 给我送离婚协议的时候 不就这样说过吗 彭江燕 神色更是疑惑至极 可我让她转告的是 祝你们幸福 两人皆是一正 彭江燕也隐约明白了什么 但很快她反应过来 谋色沉了沉 开口说 当然 这些都不重要了 当初可能是我让施小姐 误解了什么 但她这话 也没什么不对的 冯教授 我现在情愿 我们就是陌生人 一字一句 狠狠砸在冯兴国的心上 她正住 迟迟说不出话来 前一刻 因她原来没有说过那样狠话 而雀跃的心 在此刻又陡然如坠冰窖 彭江燕却神色淡然 很快利落离开 冯兴国没有再跟上去 就这么看着她 离开了她的视线 眸色暗沉 走过拐角 彭江燕确认冯兴国的视线 看不见自己后 脚步才放缓下来 她谋色中的平静 一点点被异样情绪覆盖 若有所思 回头看了一眼 最终却还是头也不回 往前离开 刚回到四合院 师父一家人 莫名神色怪异 匆忙藏起了什么 彭江燕有些疑惑 怎么了 卫月军摆摆手 没什么 一张报纸 报纸有什么好藏的 彭江燕随口说了句 而后到厅中 拿起遥控器 就开了电视机 嫂子在旁边 惊呼跑过来 不好 江燕啊 你别看 可已经晚了 彭江燕很快 从电视机里 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京北大饭店厨师长彭江燕 拖欠赵氏赔偿款 赔钱 呼声从电视机里传来 彭江燕一愣 定睛看去 才发现电视新闻上 扬言要他赔钱的人 正是那天撞了他的出租车司机 他记得当时自己 确实是给了他一张名片 可没想到 却闹到了如今这么个场面 彭江燕回头看着 为家人投过来的担忧视线 也就明白过来 你们刚刚藏起的报纸上 不会也有这件事吧 你这还受着伤 我们肯定不想让你多操心 嫂子叹了口气 这人之前来家里闹 我们就把他赶走了 没想到他不依不饶 居然还闹到了电视台去 一听这话 彭江燕脸色微变 他还来家里了 如果对方只是找他麻烦倒不怕 但他居然还来了为家 彭江燕谋色一沉 你们放心 我会好好解决的 他去了饭店 找助理问司机的事 得知确实有接到这个司机的电话 不过他张口就要价数十万的赔偿 助理直接拒绝了 这也导致了 后来司机开始在外损坏彭江燕的名誉 先联系他 我跟他见一面再说 第二天中午 彭江燕应约去了跟司机约好的地方 可对面除了那个司机 竟然还有一个人 彭江燕心重重一沉 怎么是你 彭江燕的语气也冷冽一长 坐在司机身旁的人 正是几年不见的陈正成 自从离开护士 彭江燕跟国营饭店里那些人 都没再有什么接触 对陈正成更是没有任何联系 但没想到 居然会是以这种方式再见面 陈正成剔了个光头 身形比七年前更圆润了不少 见到彭江燕 他笑了笑 彭大师居然还记得我 真是稀奇稀奇 你想做什么 你跟这位司机是什么关系 彭江燕脸色冷了几分 他不信陈正成不知道他是谁 他开门见山了 陈正成自然也就不再装了 他往后坐的椅子一靠 一副魂不吝的模样 这位是我大伯 没想到我们居然这么有缘 当初你跟我抢国营饭店的岗位 现在我大伯刚来京北 就被你撞了 这你不得赔我们家一点精神损失费 简直是不可理喻 彭江燕冷冷看着对面 你们要多少钱 这种明晃晃的威胁 若是平时 彭江燕自然不会给他们任何机会 一开始他也没想到成这个地步 本来那场车祸 是出租车司机撞了他 按交通规则 该是司机赔偿他才是 但那天他骑车确实是快了些 想着让一步也没事 就给了名片 还嘱咐助理可以给点赔偿 若不是陈正成他大伯 狮子大开口 也不至于闹到这个地步 只不过如今见到陈正成本人 彭江燕算是明白了 他大伯为什么会狮子大开口 恐怕就是陈正成窜多的 交通赔偿这方面 他倒是不怕 就是此刻对方闹到了电视上 恐怕会影响到这次大赛 所以对彭江燕而言 他向来不愿意将事情变得复杂 能小事化了自然好 可陈正成似乎却打定了主意 要敲诈他 张口吐出一个巨额数字来 二十万 彭江燕的神色促然阴沉 别说在这个年代 就算是二十年后的世界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这笔钱也不算是小数目 一场车祸赔偿 要这么多 彭江燕捏紧了口袋里的录音笔 语气冷讽提醒 你们这算是敲诈 知道吗 别说得这么难听吗 咱们怎么说也是旧时了 再说你现在地位这么高 京北四合院都满上了 你还差这点小钱吗 陈正成恬不知耻 丝毫没有要收回的意思 见他们这副态度 彭江燕也就知道自己这场谈话 没必要继续下去了 他站起来 举起手里的录音笔 既然你们没有要好好和解的态度 那我就只能交给警方处理了 车祸的主则本来就在你们 我手上的伤都是有医疗记录的 而你们在报纸上和电视上 对我的造谣 我也会追究你们的责任 说完他转身就准备走 可没想到陈正成气急败坏 竟然一把冲上前来 当众一把就拽住了彭江燕受伤的手 他娘的居然还敢跟我叫嚣 要报警 当厨师的不就是靠一双手吗 我这就毁了你的手 看你以后还怎么横 这话让彭江燕心口一正 脸色发白 他往后挣扎着 你放开我 可曾正成脸色很利 竟然是拿起一套餐具 朝着他的手就狠狠砸下去 彭江燕眸色一紧 可右手想象中的痛感 却并未袭来 他定睛看去 却见冯兴国不知何时出现在他面前 竟然生生伸手过去 挡下了这一击 冯兴国 彭江燕同人咒缩 满是惊诧 而随即警方也很快冲了过来 一把制服了陈正成 冯兴国的手被砸得破了皮 鲜血淋漓 可想而知 陈正成这一下是下了死手的 还好没砸到你的手 冯兴国轻声说 彭江燕彻底慌了 你怎么样 我送你去医院 他用外衣包着冯兴国的手 去医院的路上 心狠狠揪起 到了急诊室 彭江燕刚将冯兴国送进去 冯兴国却拉着他也进来 急迫对医生道 先看看他的手 他的手比我的重要 看看他的旧伤 心里莫名涌上复杂的情绪 而不等他多说什么 冯兴国已经当即将他推进了诊疗室 彭江燕拧着眉头 正要回头让他先看 一旁的护士拉住他 不用担心 我们医院人手还挺够的 你们两个可以同时治疗 两人皆是一愣 露出些许尴尬之色来 没有再多说什么 彭江燕很快配合医生做了检查 最终结果显示 他的伤确实加重了 好在不幸中的万幸的是 有家板和他自己的挣扎阻挡 伤势并没有伤到筋骨 只是要延长休养的时间 还是能痊愈的 至于冯兴国 他的手上看着鲜血淋漓 触目惊心 但止血过后做过检查 并没有太严重 有轻微骨折 同样患上 家板回去好好休养即可 走出骨科急诊室的时候 两人一左一右 各自吊着家板 相视一笑 之前横跟在他们之间的那些别扭 似乎也在此刻消弭不少 冯兴国的手受了伤 开不了车 之前停在餐厅外的车 他去电话亭打电话 找同事开了回去 两人一同去了趟派出所 做了笔录 彭江燕也将陈正成敲诈 他的那些证据和录音 都交了上去 放心 彭女士 基于您的身份 这次事件 我们也会公开做一个说明 给您做澄清 多谢 彭江燕致谢过后 又问了下陈正成可能面临的刑罚 警方说应当是会重判 彭江燕听后没有再多说什么 再次致谢后离开 走出派出所大门 冯兴国还在外面等着他 见他出来 他上前了一步 怎么样 警方说证据确凿 应该是能定罪了 彭江燕简单交代了下 两人并肩离开派出所 往彭江燕家里走去 谁也没有再多说话 彭江燕看着身旁冯兴国左手的家板 眼里生起愧疚来 迟一片刻 他开了口 今天多谢你了 还有 对不起 让你平白受了伤 你的医药费 我会全权负责的 冯兴国神色一将 他眸色沉沉看着他 一贯清冷的神色间 透出些许无奈 你就非要跟我分得这么轻吗 这话 让彭江燕心头一致 不知该回什么好 随即 却听冯兴国忽然诱导 不过 如果你真想补偿的话 我也可以给你个机会 妈明天回国 你陪我一起去接他吧 冯母回国的消息入耳 彭江燕眼里 冒起惊喜的光来 妈要回来了 嗯 我这段时间 就是在忙回国签证的事 本来想先去烫米国 把所有的事都处理好了 再带妈一起回来 不过妈这个人的性子 你也知道 他急得很 不肯在那边久待 说是他人要先回来 就让他先回来了 冯兴国缓声跟他解释 告诉他 我也就是为了来找你说 这个消息的 没想到正好碰上你 差点被砸 彭江燕疏然一正 看着冯兴国 他直到此刻才突然发现 冯兴国之前说的那些话 似乎并不是玩笑 他是认真的 他是认真的想跟他重新开始 真正意识到这点 彭江燕的心里 莫名有些荒译 他不自在地避开了冯兴国的眼神 接妈 接伯母的事 就算是没有这事 我也乐意去接 算不得什么补偿机会 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 之后 你如果有什么需要在 京北大饭店宴请的 我可以给你免费下厨 做国宴级别的宴 当然 这得等我守好后 彭江燕说得也真心实意 冯兴国无奈 定定看了他片刻 还是点了头 好 既然你非要补偿我 那我就收下 彭江燕松了口气 神色也轻松不少 冯兴国在旁边看着 眉头微醋 心里隐隐泛起色苦 他就这么有负担吗 很快 冯兴国将他送到了家 到门口时 正好碰上魏正勇一家人 抱着孩子 也刚从百货商场逛机回来 江燕 你这是怎么回事 手怎么还抱更厚了 嫂子紧张地凑过来 又看了一眼旁边的冯兴国 愣了一瞬 这是 哦 他是冯兴国 守的是说来话长 之后再说 彭江燕简单说了下 随即示意冯兴国 冯兴国 你的手也该回去好好休息 就到这吧 好 那你好好休养 冯兴国没多想 礼貌看了一眼魏正勇一家人 嫂子性子热情 当即叫住 走什么 你救了江燕 我们家感激你还来不及 怎么能就这么走了 今晚留下一起吃饭 这话一出 冯兴国一愣 看向了彭江燕 而在一旁的魏正勇 也在这一眼 很快反映过来冯兴国的身份 当即尴尬地拉了拉媳妇的手 低声劝 人家要回去救 然而话才刚出口 就被媳妇赌回去了 扯什么扯 这可是江燕的救命恩人 不用彭江燕说话 冯兴国也笑笑推剧 不用了 彭江燕突然开了口 邀请他进屋 我嫂子说得没错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于情于理 也该至少请你吃顿饭的 话到这里 冯兴国的唇角 轻轻勾起一抹笑意 也就不再推剧 就这么踏入院子里 冯兴国被带着到了客厅坐下 彭江燕给他倒了杯水 魏正勇夫妇到了院子里 魏正勇叹了口气 看自己家媳妇 你说说你 知道那人是谁吗 就随便请人 不是救命恩人吗 你就没觉得这人眼熟吗 这么一说 魏正勇媳妇往里又看了一眼 这时赫然反应过来 神色大惊 还不等他说话 谁料客厅里的孩子 先一步指着冯兴国说了话 你是姑姑房间里的人 稚嫩的铜声响彻在安静的大厅 让所有人都大惊失色 冯兴国一头雾水 什么房间里的人 下一刻 就见向来稳重的彭江燕 一把抱起侄女 捂住了侄女的嘴 没什么没什么 他乱说的 这反应显然不对 冯兴国的眉头紧紧皱起来 魏正勇夫妇也急忙跑了过来 当即抱起女儿回屋 彭江燕脸上 也不知是因为羞的 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竟然冒起丝丝红韵 真是不好意思 我侄女年纪小 总是胡言乱语 可这种话 冯兴国压根就不信 他定定望着彭江燕 那我能去你房间里看看吗 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才会让他这么对我胡言乱语 他气定神闲 便坐视往其中一个房间的方向走去 彭江燕匆忙跟上来拦住他 冯兴国 别别别 我告诉你就是了 他叹了口气 先进了屋 随后再出来时 他的手里拿着一本相册递了过来 冯兴国翻开一看 里面正是他们当初在照相馆拍的那些双人照 这 冯兴国眸光微亮 彭江燕却直接打断了他还没有说出口的话 否认 别误会 不是我要私藏的 只是我走那天 正好碰见照相馆的老板 他不开店了 正在收东西 说是很喜欢这些照片 硬是做成了相册 又送给了我 我就顺手收着了 后来就被我侄女翻了出来 他喜欢看照片 总是翻 彭江燕的回应 云淡风轻 态度异常平静 没有流露出对他的半分留恋 冯兴国神色间的期待 一点点落空 最终他骂撒着相册 只是低声说了句 原来是这样 相对无言片刻 冯兴国放下了手里的相册 最终 他没继续留在这里吃饭 很快道别离开 晚上 彭江燕捏着那本相册 回到了房间 一页一页翻看了下 他眸色沉沉 神情并未有太大的变动 看到最后 他取出那张全家福 轻不可见地叹了口气 即将要睡的时候 他才突然记起来 自己忘记跟魏正勇 说借车的事了 但想着魏正勇还算闲 明天早上早点起来 说也是一样的 第二天 是冯母回国的日子 想着冯兴国手受了伤 开不了车 彭江燕一大早就找魏正勇 想让他当一天司机 可没想到一出门 却看见魏正勇 连人带车都不见了 师父 哥呢 彭江燕诧一问 正在院子里 娇花的魏悦军 魏悦军回他 大清早说是要带你 嫂子一家人 去什么游乐园玩 这倒是彭江燕 没料到的 不过魏正勇不在家了 他也没办法 只能先去找了冯兴国 到了冯兴国家 却见诗心语 坐在了冯兴国 丰田车的驾驶座上 彭小姐 听说你也要一起 去接伯母是吗 今天兴国开不了车 就由我来当一天司机 诗心语大放笑着 随即替他开了后排车门 你坐后排吧 彭江燕站在车门前 往车里看了一眼 冯兴国呢 副驾驶座位上 并没有人 就见冯兴国的身影 从家里出来 见到车里的人 他眉头青醋 还不等他开口 彭江燕已经掀上了车 那就麻烦诗小姐了 兴国 你对我的车技 应该还算能放下心吧 诗心语朝他笑了笑 冯兴国若有所思 转头看了一眼后座的人 没有应声 却是静止走过去 伸手就要拉后排的车门 彭江燕却阻止了他 冯兴国 诗小姐好心替我们开车 我们怎么能都坐后座 真把他当司机了吗 不好的 诗心语的眼里 倒是流露出些许诧异 但他很快笑笑 没关系的 彭小姐 我 话才起头 冯兴国已经绕到了副驾驶 上车坐好了 麻烦你了 快去机场吧 虽然他神色冷淡 但到底是同意 让他过去了 诗心语稍稍松了口气 昨天他听在国外的朋友说 冯兴国托他们送冯母 到机场回来 他就知道 冯兴国今天一定要去接的 想着他昨天手受了伤 他便主动坐在了驾驶座 想等冯兴国出门 就提替他开车的事 没想到还没等到冯兴国出来 倒是等到彭江燕过来了 诗心语只能装好心 好在他们两个似乎都没有多问 就这么同意了 也算是庆幸了 从市区到机场开车过去 至少要半个小时 诗心语在前排起了话题 问了彭江燕 彭小姐 我这几天回国才知道 原来你现在可是鼎鼎大名的国宴大厨 原来当初你是为了事业 才抛弃新国的呀 车内气氛顿时变得凝固 诗心语很快反应过来改口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是我说错了 不算抛弃 你们是和平离婚的 彭江燕极淡地扯了下嘴角 轻声回 你硬要这么算的话 也没什么不对的 我当时确实因为我师父 想来闯北 我也想闯一闯新人生 所以就离开护士 这么说 我倒是有个冒昧的问题 不知道能不能问 诗心语说 彭江燕眉头微醋 总觉得诗心语说的话 莫名让人心里不舒服 但他还是问 什么问题 得到准许 诗心语的唇角轻轻勾了下 他余光往副驾驶的 冯新国身上贴了一眼 随即才缓缓开口 如果当初在护士 新国没有掀你出国 而你同样收到了 你师父的闯北邀请 你还会一样选择跟新国离婚 为了你的新人生离开护士 离开新国 离开你们的家吗 这个假设问题落下 彭江燕当时一正 他下意识看向了冯新国的背影 一时有些回不上话来 这种假设他这七年 曾经想过无数次 前几年他每次的答案并不一致 但后来 在他彻底获得新人生后 他的答案只剩下了唯一一个 他深吸口气 正要回答 而冯新国的声音 先他一步说了出来 他语气带着些许急促和紧张 好了 石新宇 你认真开车 就不要聊天了 就像是生怕听到 彭江燕的答案似的 彭江燕顿了下 却还是继续 开口回答了 我会 七年前的我没有追求 没有自己 我留在护士 只会碌碌无为过一生 而我很满意我现在的生活 就算再重来一次 我也还是会选择离开 他说的真心实意 石新宇的脸上扬起细微的笑意 而副驾驶的冯新国 脸色却是陡然黑沉下来 这话过后 没人再多说话 彭江燕坐在后排 吹着车窗的凉风 眼皮子倒是一点点沉了下来 等再次醒来的时候 车已经停在机场外面 彭江燕打起精神来 跟着冯新国往里走 不过大概是车上他的那番话 让冯新国心里不高兴了 他大不留心往前走得飞快 是一点都没想等他 彭江燕倒是并不在意 他只能加快步伐跟上 但机场人来人往 他的手又绑着绷带 一个不留神 只感觉身后传来一股力道 将他往旁边拉扯了下 等他回过神来 才看见他的侧面 有人推着巨大行李车 也往这边过来 以他刚刚的方向和速度 恐怕就要撞上 彭江燕抬眼才看见 冯新国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到了他身后 冯新国神色依旧冷淡 他看了他的手一眼 我只是不希望你这金贵的手 因为我又受了伤 他刻意加重了金贵的手几个字的读音 彭江燕正愣了下 眉头微醋 见状 冯新国才说 毕竟 你背井离乡 为的不就是你这双手吗 对你来说 你的厨艺你的手 比我比我们曾经的婚姻都重要吧 直到此刻 彭江燕才反应过来他 还是在为车上他那段话 而生闷气 这是他从未见过的冯新国的态度 一时竟有些 不知该如何回应 好在这时 前方的施新宇喊了一声 伯母的飞机落地了 两人这才往前走去 等在街机口 彭江燕没再跟冯新国多说一句话 耳边传来的却是施新宇 源源不断地交流 偶尔交杂几句 他听不懂的英文专业词汇 听起来似乎是在谈工作上的事 有那么一刻 彭江燕感觉自己 似乎重新回到了前世 回到了七年前 他好似又变成了那个 融入不进冯新国世界里的人 心下生出一种 莫名说不清的落寞来 直到口袋里的传呼机震动了下 彭江燕回过神来 掏出来看了一眼 是助理发来的流言 已查到林小花事件 等您回饭店相谈 眼里骤然一亮 彭江燕脸上露出 些许欣喜来 刚刚莫名滋生出的那些落寞情绪 顿时消失无踪 他无比清晰地认知到 如今的自己跟冯新国 确实依旧不是同一个世界 可他现在早有了自己的新世界 不必因为冯新国而有落寞感了 何必被过往那些情绪困扰呢 这么想着 收起传呼机后 彭江燕神色已然一片坦然 他也并没有注意到 身旁的冯新国若有似无 看了他好几眼 很快 接机口出现了人影 冯母的身影凑在人堆里 很好认 冯新国喊了一声 冯母当即看了过来 彭江燕眼眶有些湿润 喉咙哽咽也喊了一声 妈 人群穿流不息 冯母一开始并未注意到他 彭江燕便等在出口 等冯母出来 他正准备上前去抱住冯母时 一道倩影 却先他一步冲上前 亲密地抱住了冯母 伯母 欢迎回国 彭江燕一时正住 就这么看着冯母 同样亲密地回搂住了诗新语 新语 真是辛苦你和新国 一起过来接我了 冯母宠溺的语气 跟对待彭江燕时 别无二致 这一发现 让彭江燕心底深处 涌现出些许酸涩之意 直到此刻 彭江燕才恍然明白过来 不比前世 他和冯母是在国外 共同有十年的相处 自己和冯母在今生 其实不过只有两年的婆媳情分 这七年 和冯母更多时间待在一起的人 是诗新语 人的感情 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动的 这七年 足以让冯母接受一个新的儿媳 足以让冯母对诗新语 当亲女儿般对待 而自己的感情 是比不得这实实在在的七年的 这么想明白后 彭江燕的神色淡了几分 静静看着冯母和诗新语 亲密的叙旧 妈 你看看这是谁 冯新国开了口 提示了下 听见声音 冯母回头来 这才看见一旁的彭江燕 她当时一愣 诗新语则在这时挽住冯母开口介绍 伯母 忘记跟你说了 今天彭小姐也特意过来接您了 语气中的亲书之别这么明显 彭江燕也就这时才上前来 礼貌改口喊了一声 伯母 好久不见 冯母正愣许久 走过来拉住了彭江燕的手 你是 江燕 她语气有些哽咽 似乎不敢置信 彭江燕的鼻腔 也一瞬发了酸 伯母 是我 你这孩子 还喊什么伯母 我不是说 话说到一半 冯母似乎又意识到什么不妥 回头看了一眼诗新语 后面的话 到底没有再多说 见状 彭江燕自然也是明白的 冯母总不能当着诗新语的面 让她继续喊他妈 实在是不合适 接冯母出了机场 回家路上 依旧是失心语开车 冯母和彭江燕坐在后排 冯母拉着她的手聊了很多 聊起刚到国外的不习惯 后来又看见国内的高楼大厦 满是震惊 这我看 国内现在的发展 也没比国外差哦 早知道何必去外国受这些老罪 听也听不懂话 认也认不清人 吃也吃不惯 冯母沉沉叹了口气 失心语在前座笑了笑 伯母 你这就不懂了 不能光看大楼吗 国内现在是发展迅猛 可真要比起来 那还是国外方便得很 你瞧 现在国内都还没几个人 见过摩托罗拉 发消息通电话得用传呼机 效率慢得很 他口中的摩托罗拉 彭江燕在这个年头 倒是在电视机上见过 但比起这个 前世从21世纪过来的他 对这种大哥大 并没有多大期许 彭江燕笑了笑 也快了 国内过两年就立马流行了 到时候 国产的手机比国外的更先进呢 再过个十几二十年 没准人们都能用一部手机 包来衣食住行 说得这么玄乎 彭小姐 就好像你见过一样 失心语凉凉打趣 彭江燕却只是笑笑 我随便说说的 毕竟未来的事 现在他说再多 也没人会信 视线晃过副驾驶 却正好跟冯兴国 看过来的眼神对上 彭江燕莫名一荒闪躲开来 他那眼神 怎么好像知道 他说的未来是真的一样 这个可怕的念头 一闪而过 很快就被彭江燕抛之脑后 怎么可能呢 冯兴国怎么会知道这些 他又不是 想到一半 他突然记起失心语的梦来 如果失心语能梦见前世 而自己能重生 那冯兴国是不是也可能 彭江燕重新正愣看去 可冯兴国已经收回了视线 见状 彭江燕随即想了想 也就不再多想 就算冯兴国也做了那样的梦 那也没什么 他的想法和态度 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到了市区 彭江燕开了口 师小姐 开去京北大饭店吧 我在那里 让人准备了一桌接风宴 伯母 如今彭小姐听说 可是国宴大厨 这顿接风宴肯定丰盛 失心语笑着介绍 冯母则拍了拍彭江燕的手 费心了 其实用不着这么大的排场 没事的 如果不是我手受伤了 我本来想自己给你做的 彭江燕缓声笑道 一路到了京北大饭店 刚到大厅 彭江燕正要领人过去 谁料旁边有人突然迎上前来 彭大师 哎哟 您这手怎么了 我下次给您带些路容补补呗 等您手好了 我第一个预约您的行程怎么样 没事 不必了 彭江燕摆摆手 推具了陌生人的嗜好 可那人还要凑上前来 下一秒 冯兴国已经不动声色 护在了他身旁 神色冰冷 这位先生 您想要预约 还请正规渠道 现在是彭小姐的私人时间 哎 我在跟彭大师说话 有你这个小白脸保镖 说什么话的份 那人直接将冯兴国 当成了彭江燕的保镖 冯兴国的脸色 更难看了几分 可他却并没有否认这件事 只是坚持护在彭江燕面前 神色一板一眼 我说了 现在是彭小姐的私人时间 你在骚扰 我就会报警了 见状 那人也被冯兴国的气势吓到 身子色缩了下 而彭江燕在这时朝廷内 走过来的经理一个眼神 很快有保卫冲来过来 将人请了出去 彭姐 没事吧 经理紧张过来询问 不等彭江燕回话 冯兴国赫然冷声问责 你们这么大的饭店 怎么什么人都放进来 人进来也就算了 保卫没长眼吗 这么明晃晃的骚扰 他们不知道过来阻止吗 今天有我们再到还好 若是今天彭小姐是一个人过来的 她本来就受了伤 要是她的手毁了 你们赔得起吗 剔头盖脸的呵斥下来 只把大厅经理骂得脸色苍白 结结巴巴 彭姐 是我的失误 真是对不起 今天这两个宝卫是新来的 还不认得您 我一定好好说说 没事 我理解 彭江燕倒是脾气很好的将人挥退了 可下一秒 她眼就看见了冯兴国黑尘的脸色 她冷笑 你倒是大方 显然还是在气头上 彭江燕简直猛了 前世今生两辈子 她还是第一次看冯兴国发这么大的火 简直不像她了 彭江燕半天回不上话来 就连一旁的冯母也正愣片刻 随即却听冯母扑哧笑了出来 江燕 你别介意 她这是在担心你 冯兴国脸色一僵 似乎也在此刻才回过神来 她脸色缓和了下 看向彭江燕 并没有说话 却像是默认的态度 彭江燕却下意识看向了一旁的诗心语 有些不自在地笑笑 很快接过话题 我理解的 好了 我们先去吧 一路进了预定好的饭店包厢里 彭江燕安排人上了菜 这顿做的是纯粹的中餐 由于想着算是一家人叙旧 因此彭江燕并没有让人准备太正式的餐具备用 桌边准备的都是中餐常用的快勺 谁料菜刚上来 身旁的诗心语却呼得惊诧开口 彭小姐 这京北大饭店怎么连个刀叉也不准备 饭桌分为一瞬安静 冯母拿起筷子 劝了一声 心语 这吃的是中餐 要什么刀叉 有一双筷子就够了 伯母说的也是 诗心语忙硬了声 随即对彭江燕歉意笑笑 真是不好意思 我在国外习惯了用刀叉 这筷子都要忘记怎么用了 但今天既然是给伯母接风 我肯定是会克服我的习惯 重新学一下用筷子的 这话他说得高高在上 好似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就连一旁的冯母和冯兴国 脸色都微沉了下 彭江燕眸色沉沉 静静看着诗心语 随即却是玩耳笑 也是 诗心语现在算起来 应该都是外国人了 是我招待不周 顿了下 彭江燕高声朝外面呼了一声 小安 这里有位外宾 麻烦送上一套西餐餐具 外面的小安很快送来了刀叉 到桌边时却愣了下 不知该往谁面前放 不禁又问 彭姐 我眼镯 不知道哪位是外宾 看不出来吗 这位小姐 彭江燕伸手往诗心语面前示意了下 笑意淡淡 下次要多注意些 有些人看起来是黄皮肤黑眼睛 可这骨子里跟他头上染出来的那抹金发一样 早已经是外国人了 受教了 彭姐 我下次会注意的 小安配合得点点头 将刀叉放在诗心语面前 还不忘用流利的英文说了一句 请慢用 诗心语在一旁 哪里会听不出他们两人的嘲讽 可偏偏这是他自己一开始就说出的话 一时脸色难看又说不上什么来 彭江燕收回视线 余光却正好看见冯兴国轻轻扬起的唇角 似乎是在笑 彭江燕一愣 轻轻嗓子 很快没多在意 用手里的筷子给冯母夹了菜 伯母 你尝尝这道红烧鱼 冯母点点头 连连夸赞 好吃 而诗心语在一旁滑稽地用刀叉吃了几口 悄然换上了筷子 彭江燕一眼看见了 他没准备再跟诗心语过不去 也就装没看见 可随即 冯兴国的声音却猝不及防 从旁边传了过来 他问 心语 你这是怎么了 你拿错了吧 怎么用上筷子了 煞时 诗心语的动作一正 神色僵硬起来 兴国 我这 以前在国外的时候 每次见你来都给你用筷子 是我和我妈以前没顾忌到 现在知道了 就不让你为难了 冯兴国随口叹了一声 诗心语脸上一时红一时白 半晌回不上话来 他没想到 冯兴国居然会在这种时候 拆他的台 彭江燕惊诧之余 也还是开口解了尾 想必诗小姐也是想入乡随俗 诗心语勉强扯了笑一点点头 是 冯兴国看了他一眼 最终没有再多说 有了这两次后 诗心语没有再多说什么 也没有再多做什么多余的事 之后整顿饭 彭江燕和冯母聊得很是愉快 到最后 喝了些许酒的冯母 拉着彭江燕的手 轻声感叹 江燕啊 我这心里一直惦记着你 总觉得 只要你还收着我们家的手镯 就代表你总有一天会回来 手镯 这个词意出来 彭江燕和诗心语的脸色 结实一变 彭江燕更是下意识看向了诗心语 神色间露出的是几分疑惑 而诗心语却很快避开了他看过来的眼神 像是心虚 彭江燕拉着冯母的手 不禁正色 伯母 你说的手镯是之前拍全家福的时候 你给我的那个吗 对啊 那是我们家里传下来的 后来你和星国离婚 我生怕你也将那镯子也还回来了 看来这手镯还真是有几分姻缘 过了七年 也能将你们两个重新记上 冯母此刻聊得欢了 完全忘记了旁边的诗心语 毫不顾忌表达着 自己想要重新撮合冯兴国和彭江燕的意思 可彭江燕的耳里听见的却并非是这件事 她的眉头紧紧锁起来 贴了一旁静默不语的诗心语一眼 心陡然冷沉下来 诗心语的眼里满是惊诧 她朝彭江燕轻轻摇头想阻止 可彭江燕已经冷声开了口 伯母 那个手镯 我当初是和离婚协议 一起拜托诗小姐 彭姐 话才起头 门口突然传来了助理的声音 打断了她的质问 彭江燕的眉头拧起 转头看过去 声音冷沉 怎么回事 平时助理都是相当沉稳的 不会做出在饭店客人面前 失态的举动来 彭江燕的心 不免也高高提起 随即见助理小不及跑过来 气喘吁吁告诉她 彭姐 是关于林小花的事 提及这个自己看重的徒弟 彭江燕的脸色 骤然一变 她很快跟冯兴国一行人道别 不好意思 我现在临时有点急事 就先走了 伯母 以后我们再叙旧 与毕 顾不上等冯母回应 彭江燕静止跟着助理的步伐 往外面走去 到底是怎么回事 助理一边急匆匆领着她去外面 一边跟她解释 上午我查到了林小花 主动淘汰的原因 是接到了她老家的一个电话 后来听她同屋的选手说 那变化的内容 大概是说她家里人 不准她来京北参赛 已经把她妈气得住了院 非逼着她回去 所以林小花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 但刚刚我们这边又给西江那边拨了电话打听她 他们说出林小花母亲根本就没有病 而是装病哄着林小花回家 想让她嫁人 回到西江的林小花 得知真相就跟家里人大吵了一架 是被绑着上婚车的时候 直接跑了 说是买了来京北的火车票 这会儿估计正好到了 彭江燕眼里骤然一亮 快 被车去火车站 如果林小花真的重新来京北了 那这次只要在火车站接到她 一切就水到渠成 可若是这次在火车站再次错过了 京北这么大 下次再碰见 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彭江燕的心情 既期待又紧张 有过上次在火车站错过的经验 她现在的心不禁有些忐忑 好在这次一路畅通无阻 到了火车站 彭江燕和助理一同往出站口往外看 目不转睛 生怕漏过半张人脸 而很快 一名裹着棕色风衣 戴着帽子的女人急匆匆提着行李 出现在两人视线范围内 是林小花吗 助理有些不敢认 彭江燕却是一眼认出来 大喊了一声 林小花 听到声音 那头的女人先是一顿 可随即 她却是头也不抬 立马提着行李 拔腿就跑了起来 助理连忙追了过去 彭江燕也匆忙跟上 可林小花身形娇小 窜在人群里 跑得飞快 助理拔高声音再度喊了一声 可约喊 林小花就跑得越快 这时 彭江燕也很快反应了过来 这林小花 怕不是把他们当成了 来抓她回去的人了 想到这里 彭江燕眼疾手快 匆忙跑到一旁 跟火车站的工作人员 借来了备用的喇叭 她手绑着绷带 要跑着追人 是追不上了 只能靠这个了 林小花 别怕 我是彭江燕 我是来接你的 彭江燕打开喇叭 对着林小花的背影大声喊 一开始 只顾着往前跑的林小花 还没有反应过来 一股脑继续朝前跑 可听她喊了好几声后 林小花也渐渐放缓了脚步 听清了她喊的内容 林小花顿时脚步停下 回头看了过来 彭江燕当即朝她跑了过去 对上视线的那瞬间 林小花的眼眶 几乎是当即红了起来 彭老师 这是彭江燕作为评委时 所有选手对她的尊称 彭江燕走到林小花面前 紧紧拉住了她的手 笑了出来 林小花 别怕 你来京北后 就没人能逼你回去嫁人了 我 林小花眼里 当即有泪花打转 彭江燕轻轻抬手 替她失去眼泪 温和笑道 之前你走得急 我都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我想收你做徒弟 你愿意吗 林小花当即正住 满脸不可置信 彭老师 我只是一个小厨师 怎么能做您 她这副诚惶诚恐 受宠若惊的态度 让彭江燕有过片刻恍然 好似在她身上 看见了当初自己被师父收徒时的神态 彭江燕神色摸摸她的头 我说 你能行你就行 你只要说 你愿不愿意拜我为师 就好了 我愿意 我当然是愿意的 林小花哭着点头 感激涕零 最终 由于林小花在京北暂时没有住所 彭江燕就将她带回了自己家 领着人回到院子里时 一开门 却见到院子里除了师父一家人 还有冯兴国和百尘轩居然也都在 彭江燕有些诧异 你们怎么来了 不等他们回话 彭江燕记起身边的林小花来 忙介绍 小花 这是我师父 我哥嫂子 你按辈分喊就是了 等介绍完为家人 彭江燕看向那两人 正不知要如何开口 林小花已经先一步 自认有眼力见地朝百尘轩喊 我认得你 你应该就是我师父的爱人了吧 师公好 一旁的冯兴国 脸色几乎是在一瞬间就变得铁青 百尘轩倒是笑得很开心 为什么这么认为 我之前在厨艺大赛上 看见过您来接我师父 林小花迅速回 百尘轩的笑意更深了 可惜还不等他多高兴几分钟 冯兴国就已经冷着声音替他解释 你误会了 他们只是朋友 顺路接几趟你师父 算不得什么 是个人都听得出他语气里的酸意 林小花一时神色惺惺 打量着冯兴国 那您是我师父什么人 我冯兴国画突然一下子就卡住了 他抬眼看向了彭江燕 此刻他竟然觉得自己还不如百尘轩 至少百尘轩是彭江燕亲口承认的好友 可他呢 他如今似乎跟彭江燕都算不上是朋友 就在他卡壳之际 百尘轩在一旁啼笑肉不笑 也拍拍他的肩膀介绍起来 这位呀 硬要算的话 得算是你的前师公 他跟你师父已经离婚了 也不知这林小花是真傻还是装傻 居然还真就顺着百尘轩的话 朝冯兴国狠狠拘了一躬喊 前师公好 这下 气得冯兴国脸色更难看了几分 见状 彭江燕无奈地看了百尘轩一眼 带着几分无奈地称怪 你说说你 老大不小的人了 跟我徒弟开这种玩笑做什么 百尘轩怂怂间笑笑 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彭江燕则拍着林小花的肩膀 重新介绍了一番 小花 你别听他们乱说 这位是百尘轩百医生 是我很好的朋友 你以后 喊百医生或者喊百书都成 喊书多老啊 喊歌 百尘轩连练发表意见 话才出口 他自己又反应了话 连忙又改口同意 不对不对 还是得喊书 毕竟你是江燕的徒弟 你喊江燕师父 喊我哥就差辈分了 彭江燕再度朝他无言地翻了个白眼 随即他忽略百尘轩又看向了冯兴国 而后告诉林小花 小花 这位是冯兴国冯教授 他确实是我以前的前夫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也没必要喊什么前师公 不好听 你直接跟喊你百叔一样 喊他冯教授或者冯叔都行 好 百叔好 冯教授好 林小花很是上道 朝两人分别喊了不同的称呼 细微称呼 却又有了亲疏之分 似乎在他心里 对百尘轩的印象更亲些 冯兴国的脸色更难看了几分 却碍于性子也没有多说什么 百尘轩倒是乐得很 洁白地牙刺着 笑得十分开心 哎 彭江燕先让嫂子给林小花安顿房间 等院子里安静下来后 他才正眼看向面前的两个男人 他眸色沉沉 冷静询问 你们来找我有什么事 我没事 我来串个门 百尘轩倒是坦然 直接坐在桌边 自来熟般吃着盘里的瓜子 他笑意盎然 反正我不是经常无聊了 就来找你玩玩 顺道也来逗逗你家那个小侄女呗 他这理由 确实顺畅又自然 彭江燕没有再多问 很快将目光落在旁边 那你呢 过来有什么事 冯兴国脸色僵硬 随即才将口袋里的礼物递上来 我妈给你带的礼物 中午你走得及 她没有来得及送给你 让我给你带过来 礼盒并不大 看起像是首饰 彭江燕愣了下 没有接 不用破费了 我 收着吧 是一对翡翠耳环 我妈说是跟那对手镯很衬 说到这里 冯兴国的目光 在彭江燕空荡荡的手腕处停了一瞬 随即眼神黯淡了下来 当然 今天我妈说出的那番话 你也不必放在心上有负担 这是对耳环 是她对你的心意 你就收下吧 不提倒还好 一提 彭江燕也就很快记起来 今天冯母说的是 她神色正色几分 看了还在旁边的柏晨轩一眼 只削一个眼神 柏晨轩很快了然 嘖嘖拍干净手里的瓜子壳 朝两人叹了口气 好好好 我走我走 等柏晨轩离开 很快院子里就只剩下彭江燕和冯兴国两个人 彭江燕也就神色正经 将她手里的首饰盒推回去 这对耳环我不会收 另外 我想我得跟你们说清楚 当年我把手镯和离婚协议是一起让施小姐送回去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中间出了什么差错 让你们认为我还收着伯母的手镯 冯兴国当即一愣 他眉头微醋 你是说心语 我没有这么说 彭江燕很快否认 我不觉得施小姐是会贪图这点手镯的人 其中可能有什么误会 或许可以找个时间 我们开诚不公 好好谈谈 冯兴国正正伴赏 到底还是收回了手里的礼盒 听到回复 彭江燕也就没有再多纠结这个事 很快 他同样开始赶课 既然没什么事了 那就请冯教授也早些回去吧 冯兴国却迟迟站在原地未动 彭江燕疑惑看去 随即听见冯兴国嗓音带着明显的低哑问他 江燕 我们之间真的再也没有可能了吗 这个问题 冯兴国似乎明里暗里问过了好几次 彭江燕每次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此刻 彭江燕再次听见 神色稍稍动容 正要出声 冯兴国却先一步往后退开 算了算了 我不想听你的答案 我先回去了 再见 随即 他直接头也不回往外走去 可走了两步 他还是返回来 将那礼物首饰盒 直接放在院子里的茶桌上 这个你还是收着吧 实在不想要的话 你可以自己拿去还给我妈 与爸 他这才急不离开 彭江燕看着那桌上的首饰盒 谋色正正 许久过后 他叹了口气 还是将盒子收下回了房间 等找机会 再去还给冯母好了 这么想着 彭江燕将首饰盒收好 放进了柜子里 但他没想到 这一放之后就是半个月过去了 他也没能寻到机会去找冯母 这段时间 彭江燕的事情多得很 忙着去金勺大赛做总决赛的评委 给冠军颁奖 还要忙着给林小花安排之后的工作生活 整个人在工作上 完全没顾得上其他的事 等他闲下来时 已经是手上的夹板拆除后的时候了 彭江燕活动了下手 确认手跟以往一样无碍后 这才松了口气 走出医院 彭江燕正要回家 迎面却见施新宇不知何时找了过来 施新宇直朝他走来 仰手就是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 这一下打得猝不及防 彭江燕整个人都猛了 周遭路人更是纷纷注目 贱 人 施新宇大骂出声 彭江燕眸色冷下来 施小姐这是什么意思 是你跟冯新国说 我偷了伯母的那个翡翠手镯的是吗 施新宇眼里满是怒火 彭江燕才知道原来是为了这事 脸上还有火辣辣的痛意 他目光发冷 定定望着施新宇 毫不犹豫 抬手同样回了他一巴掌 啪的一声 清脆响亮 施新宇满眼不可置信 抬手就要再打过来 可正好身后医院里的百尘轩路过 跟出来 见到这一幕 当即冲上来 一把拉住施新宇 施新宇 你敢再对江燕动手 我们会全权追究你的责任 彭江燕神色镇定 一把拽住了施新宇的手 施小姐 我打你这一巴掌 是还你无缘无故打我 另外 我想你这种刚从国外回来的高知分子 应该不想再在这里被人看猴戏一样盯着吧 我们有事找地方好好谈吧 这话出来 施新宇的脸色虽然还是难看 倒也镇定了下来 他看了看周围看过来的视线 手也松动了下来 彭江燕要跟他走 百尘轩担忧看过来 我请假跟你一起去 没事 我想施小姐不至于再做过激的行为了 彭江燕笑了笑 拒绝了百尘轩要跟着一起过去的提议 离开医院门口一段路 两人来到一处安静的巷子 彭江燕没有继续跟着施新宇的步伐走 直接站定喊住了他 施小姐就在这里谈吧 施新宇回头 脸色阴沉 你凭什么污蔑我偷了东西 我从来没这么说过 彭江燕眸色沉沉 他环胸看着施新宇笑了笑 可能是中间有什么误会 我想我们还是去冯家好好谈吧 提及这个 施新宇的脸色微变 眼底闪过些许恶意 沉默算是答应了 两人一路无言到了冯家 是冯母来开的门 见到两人脸上的巴掌印 冯母神色一正 哎呦 你们脸上这是怎么回事 施小姐突然冲到医院来 打了我一巴掌 我还了她一巴掌 仅此而已 彭江燕直接总结了下 随即她看向施新宇 施小姐 现在你可以说了 施新宇这会儿神色却焉了 她谨敏唇 良久不说话 直到冯兴国听见动静 从书房里走出来 见到这场景 她一愣 这是怎么了 冯兴国 施小姐说我污蔑她 偷了伯母的手镯 彭江燕直言 煞时 屋内安静无声 冯兴国脸色黑沉下来 她看向施新宇 你因为这是去找彭江燕 我为什么不能找 我受了污蔑 还不能说吗 施新宇当即泪眼模糊 哽咽着嘲讽母开口 伯母 我知道您看中那手镯 可我从来没有在彭江燕那里 见过手镯 我怎么能还 你胡说 我当初分明是将手镯和离婚协议 一起给你的 彭江燕脸色也冷沉了下来 施新宇回头看她 你有什么证据给了我 我只收到了离婚协议 这话让彭江燕满是不可置信 她以为施新宇不过是心气高了些 却没想到她竟然还会扯这种谎话 气氛一时僵持 冯母尴尬地摆手 算了算了 也不是多贵重的东西 既然不能算了 是怎样就该是怎样 彭江燕一正词言 神色也冷了下来 她不能就这么受着不清不白的锅 施新宇眼神闪烁了下 暗暗咬牙 伯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不想追究了 你是非要将这锅背在我身上不成 倒打一耙也不过如此 彭江燕简直都要气笑了 冯兴国突然开了口 施新宇 你够了 一句话 让施新宇的身形僵直 冯母倒是一愣 怎么了这到底 施新宇 原本看在我妈的面子上 我不想将这些事 在我妈面前摊开说的 冯兴国沉沉叹了口气 她定定望着施新宇 我见过你摔碎的手镯 这一刻 屋内寂静无声 施新宇脸色 更是煞食湿了血色 她结结巴巴 你 你在说什么 冯兴国上前一步 直面施新宇 你以为我找你问这事 是因为彭江燕吗 不是的 彭江燕 根本就没有怀疑过你 她之前甚至跟我说 可能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想找时间好好聊清楚 是我今天早上 看照片的时候 突然看见手镯碎片 冯兴国说着 直接将一张照片拿了出来 那是冯母刚出院的时候 在施新宇家里照的 背景正是施新宇的房间 而在右下角的枕头下方 就有露了半截的手镯 清晰可见上面的裂痕 施新宇灯时将注 说不上话来 冯兴国深吸口气 我也是看到这个照片 才感觉这个手镯很眼熟 所以才会找你问起了这事 可我没想到 你不仅不承认 居然还会不分青红皂白 就直接去打她 施新宇 我简直不敢相信 你居然是这样的人 冯兴国眼里的失望 就像刀子狠狠扎在 施新宇的心上 他彻底慌了 施新宇急忙去拉冯兴国 兴国 我错了 可冯兴国直接躲开 谋色间尽是厌恶 施新宇又去拉冯母 伯母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本来是想替彭江燕 将手镯还给你的 但是我好奇就看了一下 可没想到一时手滑就摔碎了 伯母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冯母眉头皱起 也往后退开来 并不吭声 直到如今 才算是真相大白 彭江燕静静看着这一幕 分不清是唏嘘 还是什么情绪 她没想过 当初那样自信的施新宇 原来并非那般坦荡 她也才又记起一件事来 既然趁着大家都在 彭江燕想 有些事也该说清楚了才好 她沉沉望着施新宇 开口问 还有一件事 当初我给离婚协议 让你转告我对你们的祝福 为什么后来冯兴国却说 我说的是 当从来没跟她结过婚 你都要走了 难道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施新宇彻底暴露了真面目 冷冷望向彭江燕 我只不过是把你的心里话 跟她说出来了而已 有什么错 好好好 原来全是施新宇的歪曲意思 冯兴国的脸色难看到极致 眼眸心红 冷冷看向施新宇 施新宇 滚 从今天起 你别再出现在我眼前 你认真的 施新宇不可置信 她瞪圆了双眼 神色也冷了下来 冯兴国 你别忘了 当初是我带着你进了华尔街 进了国外的华人圈 不然 你以为你现在能有这么高的成就吗 没有我 你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施新宇生死力竭 朝着冯兴国咬牙幕后 可冯兴国丝毫不为所动 她冷冷勾起唇角 我的成就 我的地位 都是靠平等的能力获得的 我在国外的项目 是他们求着我去参加带领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另外 至于国外的那些华人圈 我早就想断了 你们除了纸醉金迷 除了不实际地贬低批判国内的一切 还有什么用 我这次回国 本来就是想重新开始 为国效力 施新宇脸色难看至极 她冷冷讽笑一声 真是可笑 没想到冯兴国你居然也是这么可笑的人 放着国外那么好的条件不要 居然要回国来 好 就当是我看走了眼 就让你和你前妻继续烂在这里吧 现在国内的环境 再发展个一百年 也追不上国外 以后 你总会后悔的 落下这话后 施新宇高昂起头 不懈地看了他们一眼 静止离开 屋里重新归于宁静 冯兴国掀开了口 她看着彭江燕脸上的巴掌印 皱起眉头 有些心疼 疼吗 真的对不起 是我让你受了这一巴掌 彭江燕缓缓摇头 没事 我也回了她一巴掌 扯平了 哎 这搞的 江燕 我去给你找点药 冯母常常叹了口气 连忙去了屋里翻药 随即递了过来 兴国 你给江燕上药 我这刚刚血压上来了 得回房间缓缓 说完 冯母放下药膏 很快又回了房间 屋子里只剩下冯兴国 和彭江燕两个人 冯兴国拿了药 小心给她涂抹 她的指尖一如既往斑冰凉 彭江燕心头一正 过了片刻 彭江燕看着冯兴国 开口问 你真的要放弃国外的条件回来吗 怎么 不可以吗 冯兴国的语气带着淡淡的笑意 她挨得她极尽 彭江燕的脖梗上几乎能感受到 她说话时的气息 让她耳间隐隐发红 为了不让气氛变得奇怪 彭江燕很快又说 你不会后悔吗 就像施心语说的 现在来看 虽然国内发展日新月异 可比起国外 确实还有些距离 如果你 不会后悔 冯兴国笃定地打断了她 向来清冷的神色 带了几分柔和 她笑了笑 比起施心语 我更相信你说的话 耳间的热度 似乎有了要加重的迹象 彭江燕一愣 我说了什么话 你忘了吗 冯兴国头歪了一下 眉眼舒展笑了出来 那天接妈回来的时候 你在车上说 也许过了十几二十年 国内的发展将会突飞猛进 会远超国外 科技发展迅速 我信你 也坚信 国内一定会有那么一天 冯兴国缓缓说着 彭江燕的心 也因这话 骤然涌上异样的情愫来 四目相视 两人都没说话 渐渐地 冯兴国垂眸 缓缓朝他靠近 却停在了距离他唇边几毫米的距离 哑声问 我可以亲你吗 或许是气氛实在太好 鬼使神差的 彭江燕差点要点了头 之所以说差点 是因为墙壁上挂着的钟表 很快因为整点出来爆了时 打断了两人暧昧的气氛 彭江燕一瞬回过神来 往后退开 彻底清醒 我先走了 雨霸 他顾不得冯兴国是什么反应 匆忙起身就离开 一路几乎是急不快走回了家 回到房间 彭江燕心里的那些心思 才算是彻底消散干净 他长吐出一口气 眼里的慌乱 也一点点平静下来 半上 他从抽屉里拿出那本相册 入眼是他和冯兴国的照片 脑海里窜起当时拍照时的场景 他记得 这张照片一开始是两个人端正站着的 可就在摄像师按下快门的那瞬间 是冯兴国一把将他拉了过去 镜头定格的时候 还能明显看见自己脸上的诧异 同样的 也能看见冯兴国唇角隐隐扬起的笑意 那时的自己因为他这点举动 心头小路乱撞 可最后换来的 却是陡然来临的漠然 心往下重重一沉 彭江燕眼神黯淡了几分 他才发现 原来七年前的点点滴滴他竟然记得清清楚楚 可正是如此 他才清楚记得冯兴国的喜欢太过突然 来得快去得也快 向来没有章法 彭江燕不敢再往前跨了 前世一次教训 七年前一次教训 他也该醒悟了 同样的坑 难道要跳三次吗 彭江燕不敢再继续了 这么想着 他眼底的那些情绪归于平静 很快将相册重新收好 彭江燕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预约订单 邀请他去米国做中餐厨艺交流 其实这七年 彭江燕也接了不少这类订单 很快接受 晚上十点 抵达了米国 隔天 彭江燕照常做了厨艺交流 没想到这次的交流中 有位金融圈的大佬是中餐的爱好者 在听说是彭江燕亲自下厨时 在正式用餐结束后 还表示想跟他见面聊聊中餐 彭江燕欣然应允 推开包厢门 却在外宾的身旁 看见了熟悉的身影 竟然是失心语 不等他反应过来 那外宾已经满脸欣喜 朝他走了过来 恭敬地朝彭江燕伸手 说了句别角的中文 你好 彭大师 你好 彭江燕淡淡回应 身旁的另一名华人笑了笑 也恭敬迎着彭江燕进来 彭大师 希尔先生说他早听说过您的大名 这次也是特意邀请您来米国 想尝尝您手艺 说话间 他们迎着彭江燕在主宾的位置坐下 带几人全部入座 彭江燕看了一眼 仍然站在外宾身后的失心语 只削一眼 坐东的华人当即解释 彭女士 不必在意她 她是过来做希尔先生的翻译的 你可以当她不存在 言谈间明显透着满不在意 彭江燕再度看了一眼失心语 又看看外宾和华人 笑笑没有再多说什么 之后的席间 基本上是希尔先生说英文 彭江燕说中文 由失心语做翻译 华人在旁附和 交谈气氛还算愉悦 直到结束散场 外宾和华人再度礼貌 跟彭江燕做了道别 彭江燕站在原地 见失心语走在最后 想了想 还是喊住了她 失心语 这就是你所谓的成就吗 在国内只高气昂 在洋人面前低声下气 何必呢 失心语的脸色难看至极 她沉沉看了彭江燕一眼 没有回答 静止离开 而彭江燕也没有再在米国多留 隔天上午 彭江燕便回了国 刚下飞机 就看见冯兴国的身影 在街机口朝她挥手 彭江燕有些诧异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 有心自然能知道 冯兴国眉目含笑 很快伸手去接她的行李 彭江燕下意识要推剧 可身旁的助理 却先一步将她的行李包递了过去 彭姐 冯教授来接你了 那我就先走了 助理人影溜得飞快 彭江燕算是明白了 她逆冯兴国一眼 你什么时候收买了我助理 可 不说这个 冯兴国神色有些心虚 她接着彭江燕的行李 令她往外走 彭江燕跟在她身后 没有多言 路上 是冯兴国开车 彭江燕吹着窗外的微风 神情舒展 过了片刻 冯兴国开口说 晚上妈想接你来家里吃顿饭 是伯母想接我 还是你想的 彭江燕却直接开口笑着问她 冯兴国一时无言 沉默半晌 低声叹了口气 是妈想的 也是我想的 我这不是怕说 我想接你 你就不同意吗 这半个月以来 冯兴国对她开展了无数次的邀请 可彭江燕要么直接拒绝 要么委婉拒绝 能接受的邀请次数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听彭江燕半嗓没了声 冯兴国就知道 这次大概又是要被拒绝了 她神色间有些失落 但却还是笑了笑 没事 如果你不想去就算了 以后还有时间 对此 彭江燕没有多说什么 她只是静静望着窗外 冯兴国本就是寡言少语的性子 虽然这段时间 她笨拙地学会了如何追求人 可一旦彭江燕表现出不喜的态度 她就不敢再往前卖了 一路送彭江燕回了家 冯兴国正要离开 彭江燕却突然叫住了她 冯兴国 明天我们去看电影吧 这话让冯兴国一正 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眼里一亮 忍不住上前一步 冯兴国忍不住确认问她 是以男女朋友的关系去看吗 彭江燕静静注视着她 没有说话 她一这样 冯兴国神色当即一紧 可 如果不是也可以 朋友也能去看 男女朋友 彭江燕打断了她的话 给了她确切的答案 冯兴国当即将在原地 清冷的眼里满是不可置信的欣喜 真的 真的 彭江燕再度给了她确切回应 然而很快 她话音也一转 不过我暂时不想跟你复婚 彭江燕释然一笑 她用了两辈子的时间 来确认自己的心意 最终 彭江燕不得不承认 自己是放不下冯兴国的 但过往的伤害 也是真真切切印在了她的心上 过往留下的伤疤无法去除 那就只能选择 让时间慢慢淡化 只不过这次 就算重新开始 她也要掌握随时结束的主动权 过了片刻 彭江燕认真看向冯兴国 开了口 我们可以从谈恋爱重新开始 但结婚的事就先放着 你能接受吗 冯兴国认真看着她许久 眉目弯弯点了头 我接受 只要你愿意重新给我机会 什么条件我都接受 听到答案 彭江燕眉梢轻条 一点点靠近了冯兴国 伸手抱住了她 重来一世 即便身边的人依旧是冯兴国 可跟七年前不一样的是 彭江燕心里是足够的她是幸福 这是属于她真正的新人生 贵江燕心里是申请的